开心这个啊 抖音云影QWQ 这个兄弟 拳王老夫子最高战力 24520 云影109段对抗路 13国服打野恐惧 13国服打野恐惧 10国服中路天花板高剑离抛心 108段五国服射手睡家 107段 国服辅助封印 基本上我看了一眼 都在108段左右 红色方 就五个人全部在108段左右 国标基本上有个四五个 好吧 然后再就是这个 蓝色方 抖音ID MY米利 国一萌亚 战队名称MY 队长两年前创办俱乐部 收纳各种路人 路人王国服 顶尖高手 18战力 巅峰前百 本次参赛队员 也是队长带领 俱乐部四个成员参赛 打野本月四国服 打野巅峰前十 中路三国服中单 边路全国大赛亚军 好吧 颠峰前百 辅助是全能辅助 打野辅助 射手 19817战力 绝活萌亚 那这么一听 你感觉一下 MY米利带队的这支队伍呢 你可以感觉他们应该是实力很强劲 并且他们是原来是一个俱乐部的 所以我感觉会配合稍微好一点 但右边的个人能力可能会更出彩一点 因为他们给的这种情报来讲 各种情报来讲 右边的基本上都堪称自己是绝活天花板 一首抖音云影QWQ 他说自己是最高战力 24520老父子 按理说我的印象里面 老父子绝活哥 是赖神的 这个兄弟 这个兄弟比那个高吗 兄弟们 右边基本上 按照他们报的都是107段起手的绝活 左边是原创带领的俱乐部 哪边高啊 云影更高 是吗 可以可以 那真的是隐藏绝活哥啊 好吧 来见识见识这个兄弟啊 好吧 兄弟们双击点点赞 我们这个左边福袋那个手机放在里面了啊 今天没有提示 你们就自己自己边看比赛边进拆边抽抽奖 好吧 娱乐娱乐 主要是看看各队风采 左边我感觉协同性应该更高一点 右边路人王多一点 这就基本上就是左边稍微应该是平常有一直一起训练 或者干嘛 右边的话都是绝活啊 都是绝活啊 看一手 看老夫子对线的亚连 因为我对抗户玩的少啊 老夫子打亚连是个几几开的一个局面 因为我 我印象里面 你看我自己玩的话 我应该觉得亚连会更强一点 我没开蓝光吗 开了呀 是蓝光啊 老夫子打不过亚连的 是吗 那他这样子 他的对抗户这条线是不好打的 老虎跟大师命都是版本热门嘛 这就还行 沈梦希跟这个真鸡 我觉得也OK 朵利亚不说了嘛 朵利亚到时候配合 配合这个亚连刷双大 还是很猛的 看这波细节对线啊 导播 注意给对抗户尽头啊 对抗户好歹是个队长啊 云影他是队长 多给他尽头 我们左边是哪个是队长来着 左边是MY米利 国一蒙亚 那应该是米利啊 也就是射手 他现在玩的是后翼 我刚刚没有细看那个 颁颁匹克 应该是蒙亚 应该是被颁了 不然的话 他应该会选蒙亚 他选了一手后翼 那我觉得又有说法了嘛 因为后翼 这个英雄怎么说呢 对线强度 虽然被砍过两次 但是你耐不住 他有一发抽奖 像这种比赛 大家打得比较稳的话 就靠那种先手出其不易 一个大招 如果打到的话 这边拉了回来 看一下细节 哇 这感觉 但是红怒回了一口血 一技能强行压过去 结果这个老虎 一手一技能 捡了大师命的树 他连不过去了 不然这个 这个亚连会很危险 那这样的话 现前出来了 这一手这个空间之灵 应该是红色方拿到了 好吧 天天开新队 我拿到了 怎么不开蓝光 我开的是蓝光啊 你看不到吗 你把全屏打开 右下角有个全屏 全屏打开后 你整个画面 或许会更大一点 是吧 免得你每天怼着我这张 这张大脸 有点难受 好吧 最近不要总是细看我的脸 因为到时候 总是有个莫名其妙的 一个照片会弹出来 让我 让大家 彼此 我尴尬 你也尴尬 好 这里是看到了 哥雅一波 打状态 接大招 直接把这个 后裔留到塔下了 但我觉得后裔 好像这波没有交闪 他为了保状态 应该还是把闪现给交了 那这波没闪 别人就来针对他了 你看 一个大招 你扎了个寂寞 好吧 还行 那现在就下路开始压塔 上路 又是一个大招 硬砸下来 但我觉得还好 因为有朵利亚 朵利亚还是能把血给加上来的 这一下吹完了后 米利是状态比压得很残 现清完了就走了 那下个节奏点 就应该来到四分钟的暴君路 你们在 我觉得暴君路 这一波打起来的话 可能是天天开心的队伍有优势一点 你现在看到的是绝活 VS前俱乐部 五人组 右边都是天花板 云影队长 很豪气 因为我们昨天经过 大家的建议 就总结了一下 希望说每个队员的 他那些稍微简单一点的介绍 能给大家展示一下 不然你看来看去 你也不知道 不知道对面到底实力怎么样 那现在简单跟你说一下 云影 他说他是自己自我介绍 不是我说的 自我介绍 他说他自己是战力最高的老父子 好吧 上路开起来了 好 后一这一件 受到大师命 那这波大师命不能第一时间过去 我吹完他 他就敢了 这一波的话只能说 就跟我当时吹的一样 是吧 这一波又 打了一个一换一还行 打了一个一换一还行 这一波他们其实是想打的 跟我刚才说的一样 因为后一这个英雄 他是可以创造奇迹的 他一个大招 不是把大师命给打到了吗 那可能云影判断 那个大师命在路径上 应该是可以来一波畸形二打二的 结果后一给了一件 那个大师命定在原地不动的 所以这波云影就相当于跟对面的 行行对着换了 好吧 今天土豆更新章节有我 是的 待会再吹 待会再吹 我们先看比赛 先看比赛 一曲先敌音 后面一句是什么 暴君 先看暴君 先看暴君 我是解说吗 我不是解说 我是跟大家一起来竞猜的嘛 我自己看了一下 我觉得好像绝猴哥这边 挺厉害的 好吧 他们这条鱼选出来 对面都不好开团了 抖音扇子应该是 我给大家看一下 抖音扇子 他的实力是怎样的 抖音扇子是本月四国府打野 巅峰前十 扇子是巅峰前十 这个月的巅峰前十 那含金量还是很高的 这个老虎 好吧 然后我们看看恐惧 恐惧作为打野 因为打野是个节奏 为满 给大家主动介绍一下 打野是 十三国府打野恐惧 目前还没有说他的巅峰分 你要按照目前状态来讲的话 这个抖音扇子的战斗力 应该是比恐惧要强一点 因为他现在是再绑前十 对吧 再绑前十 好吧 然后大家近拆在右下角 有一个玩法近拆 你可以猜一下哪个边队伍会赢 我先下路已经开启了节奏 大招强行留人 后一大招射空了 这波三打二 怎么说 独立亚被留下来了 还可以 我看一下积分里面 大家觉得是哪边会赢的多一点 那目前是觉得天天开心 迎面大一点 好吧 MY的MY支持方少一点 现在天天开心的迎面大一点 好 大师命 请 那我这样的话 觉得蓝色方稍微已经有点逆风了 这一波还要强行切 这水量没有估算好 水量没有估算好 打了有点上头了 那这样的话 MY已经就应该是进入逆风了 经济要被小拉开三四千了 好吧 看看扇子同学能不能把这个节奏给找回来 因为真正考验老虎的不是顺风 顺风大家都会打 逆风的时候 怎么把这个老虎发挥出来 就很很关键了 看扇子同学能不能展现 他在这个巅峰赛上面前十这个水准了 好吧 后期没能处理掉 后翼 我觉得好像还行吧 如果后翼被老父子开到的话 还是好好打的呀 老父子毕竟带展现嘛 他找角度去捆 捆捆那个后翼 或者捆 捆对面 只要不捆亚连 我觉得都能打呀 当时最后一楼选后翼 然后先手拳后翼 他很难受的一点是 他开了大招 本来说大招一开 好接团了嘛 但是他们抱团后 抖音小风翼翼 一个这个百段的辅助 百段游走 好 大招开起来了 大招开起来了 中了后翼 其实无所谓嘛 因为鱼可以解 所以不过亚连 不不不不 这不是亚连 老虎已经残了 完大师病两个 全部的举高高 落下下 就全部都打掉了 还在拉扯还在拉扯 还是大师命有点厉害啊 完了 那这样的话 已经倒了四个 只剩一个亚连了 上路的防御塔 跟下路的防御塔 肯定就全部都要拆掉了 那这样的话 我们已经看到 天天开心的迎面 非常大了 好吧 天天开心的迎面 非常大了 这果然是绝活哥 在BO1里面 展现的实力 非常强劲 好吧 因为我们只打一场嘛 你肯定打个BO3 两边的这个综合水平 你会看得更加清晰一点 但是打BO1的话 打BO1的话 也就八个英雄不能用 然后就开始可以 把自己最强的东西拿出来 是吧 所以说绝活 在这个比赛 BO1里面 能展现的 展现的这种实力 还是会强劲一些 对吧 这局 还有没有说法 也不好说 那你万一后一 开了波好团呢 对吧 这种分比较高 大家往后面拖 还是都拖得住的 针机没什么生存空间 是的 针机 确实 因为 因为炸弹猫 打针机还是比较好打的 你针机如果 要硬起装备的话 就是把 把那个 兵杖啊 面具啊 这起那起 你很 很后面 你才可能说 你不可能第一 二天就开始做魔女 但如果炸弹猫 发育的很好 他把装备做起来了 他来了一手 那个兵杖 加那个日暮之流 他一个大招下去 对面其实 像后翼啊 或者是 或者是那个 针机 血就掉很多了 他比较难打 好吧 特别是这种 密封情况下 那基本上 大只猫 炸弹猫两颗炸弹 对面的双C 就基本上战不了 接不了团了 然后大师命 现在的坦度 也是对面的伤害 根本就灌不死了 对吧 但是 他们这个 相当于循环 counter嘛 是吧 就大师命 还是比较 怕针机的 像这种肉坦呢 像夏侯啊 或者是猪八戒啊 或者这那的 他都比 都比较怕针机 因为针机 他持续的 有CD丢二技能 那些 那些坦你 也是比较难受的 好吧 好 开了一键 这一键没有开到人 但这一边 实在是经济差距 有点太大了 亚联开了个大招 直接 双大招 双大招 刷钱 感觉只是为了逃命啊 老虎 扑了上去 被捆住了 然后就倒了 那应该下路 高地 肯定是要破一个的吧 好吧 现在 没有想破 看到十分钟的 这个时间点了 就决定不再强压 还是选择稳稳的控龙 是一点机会都不给了 怎么说 暴君 是开了暴君的 开了暴君 是我我就很贪的 我就想开双龙了 因为我感觉优势 真的挺大的 已经有这个 7000经济的差距了 然后后裔 现在就很 比较乏力了 后裔大招 开中人 伤害也灌不死一个了 那老虎 老虎作为一个 节奏型英雄 现在就比较难带起节奏了 左边 胜率肯定就是 比较低了 那我们看一看 这个 这个 米 米利选手 好吧 前两年创建的俱乐部 收纳了各种 国服路人王 他能不能带领他的队友 是吧 打一场精彩的反攻 老虎没节奏了 是的 我们都知道嘛 老虎他就是一个 前面压塔带节奏的 但是现在我们 反观 红色方 一座防御塔都没有掉 他就比较 再难出节奏了 现在就只能等 红色方露出破绽了 天天开心 能不能给一手破绽了 把我挪开 你把那个 右下角 有个全屏 你点 我的脸就在右边了 然后你获得的是 更大的游戏画面 好吧 再看一下 好 应该是开着双龙 开着双龙 然后开始把龙一放 那这样的话 经济差距已经来到了 一万 一万的经济差要翻盘 我觉得可能还是比较难了 因为红色方 整体的前排 都是非常扎实的 我现在还没有看到 米利选手 他的装备是怎样 如果他但凡这一把 还玩的是法球流 那真的是完蛋了 就伤害基本上是 完全完全全不够了 兵线还没有 龙还没有来 就已经开始 要压掉一座防御塔了 那这波应该是 选择放双塔 然后看能不能在高地上 再打一波机会了 一万经济能不能翻 就看 是怎么说了 兄弟们 但一万经济 也有翻盘过的时候 好吧 怎么说 好 上路防御塔推掉了 但怎么说 两个边路全部都掉了 但是还是在求稳 觉得状态不好 就不要给机会 还是溜了 就回状态了 深怕说后裔给了一件 给了一件 这个状态下接团 打了两个掉点 然后又缓 缓几分钟 那基本上往20分钟后拖 大家都六成装了 就真不好说了 对不对 非常稳健 非常稳 对面打团太猛了 但是你自己也能感觉到 玩肉大师命 其实他弄六神装后 大师命也该蒸发 还是会蒸发的 对不对 大师命是在这个 10分钟到15分钟 这个时间点 他比别人起了装备早 他就特别肉 但是如果大家都装备特别好 大师命被挤火 还是能秒掉的 给了个大招 强行起了一波 亚连 怎么说 回头 闪现绑 绑了好像是老虎 这一波 亚连刷了个双大 在这里 爱可以老夫子打掉了 亚连又是一个大刀 坐着下来 扛了个宏渡 顶了一手绝手 但这一波大师命 确实是挡不住了呀 是刚才再一看 这个炸弹猫还不在 一个四打五的街团 打赢了 那这样的话 应该是一波了 直接一波了 大师命大桥 一连 行了 开始点 点这个点击地 天天开心 恭喜天天开心 土豆真的给你写了 是的是的 我知道 我已经发信息给土豆哥了 我说爱你爱你爱你 摸摸答 写欧皇 感谢清风许来 恭喜天天开心 恭喜 然后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 这个老夫子 我有空我也去学习一下 老夫子 这个我确实玩的比较少 抖音的应该是战力天花板了吧 老夫子全网最高战力 两万四千五百二十 来自刚才的老夫子 云颖 还有二楼恐惧 也是一个摆断的 摆断的打野 还有抖音法王 抛心 他是一个一百零 十国服中路天花板 高剑离 他是个高剑离的绝活 抛心是高剑离的绝活 然后射手是一个一百零 八段五国服射手 叫睡觉 那这个抖音辅助一百零七段 国服辅助封翼 好吧 假如说你看到这个 觉得他们这个操作比较亮眼 可以去给他们抖音的点点关注 点点关注 同时左边的是MY 抖音的米利 他是国一萌亚 那上一版应该是知道了 知道他是萌亚的绝活 所以把他萌亚给搬了 所以他玩了一个后翼 还有抖音的扇子 现在是再棒了 前十的打野 行行行 尹丹丹丹丹 MY王岐 好吧 土豆的走音名字是什么 天产土豆啊 看台词了 那我肯定要看一下 看一下这个词嘛 就是他们 我昨天让 我昨天让这个各个队伍 稍微队长都能稍微自己 出来介绍一下自己 然后我真的有的时候看不过来 有些就比如说今天的这个老父子 我就不知道 他原来战力这么高 我有空我去看看 因为对抗路确实玩的少 全国标是什么意思 全国标 就是 国标多嘛 国标多 万象师王好看吗 那肯定好看的 我土豆哥写的书肯定好看的 嘎嘎看 哪个是天堂土豆 他们还没打比赛 还没打比赛 一曲仙敌音乐下障七晚 这是我最近张杰 我出场了 好吧 我在他这个万象之王里面 有一张杰写的 写到了我 没想到我的武器居然是仙敌 你是反派 我不知道 我应该不是反派的 我应该是已经先去了的 已经嘎了的 就是别人要去跟那个 我那个就是弟子叫什么 张崔成 要与之一战 那张崔成何许人也 在这个金龙山 就是在那个金龙山上 张崔成张氏的一股势力 为什么他们能在金龙山上 盘居这么久 不被别人摧毁呢 那是因为他的老祖 他的老祖叫张天王 张天王何许人也 是吧 名张大宣 什么战绩 是吧 那居然是他这个 这个老祖的话 他这个战绩是如何的呀 就说了这个 归一时期 亦许先敌音 月下藏七王 好吧 差不多就是我这个背景描述了 家人们 好吧 那为什么是笛子呢 我脑补了一下 因为土豆哥可能觉得 我会比 我比较会吹 所以就给我安排了一首 笛子作为武器 好吧 最高战绩 在一个风高 月黑之下 一手吹爆了 七个魔王 好吧 厉害 我背下来了 没办法 写的太精彩了 哎呀 这写的精彩 就稍微 我就 我刚才洗澡的时候 我就稍微 我就 就看了一张 看了一张 我就稍微看了一下 如果不是 写的特别好 我怎么可能背下来呢 我顶多五分钟 到十分钟 我看完了 然后我居然把所有的桥段 全部都背下来了 恐怖如斯 好吧 我这一吹 竟撕裂了虚空 什么小说 万象之王 万象之王 可以去看看 可以去看看 我在这个最新章节里面 回到这个抖音大鲜卑 回到抖音大鲜卑 那现在给你介绍 不是来自左边 蓝色方 朔源战队 以VS一把不输 兄弟们 五讲进猜 开始了 准备在积分玩法里面 猜一猜 哪边会赢 我给你有效的情报 是红色方 抖音 航载 变身之王 尊师耀阳 该主播是耀阳的徒弟 好 红色方是耀阳的徒弟 那整支队伍的实力 全能王 红翁王 团灭王 战队介绍 队长 航载 国服 体感王 红翁王 变身王 道具王 体感王 猎枪流 首约创始人 体感游戏 创始人 拉弓 拉弓流 后裔创始人 郑刀流 夏侯敦 创始人 CF流 鲁班创始人 好不好 这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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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太多了呀 这个 航仔 红色方 航仔 那队员实力介绍 每个都是 国服 非常简单 就是介绍自己的时候 那个 词 词汇量非常多 好吧 然后介绍队员的时候 就是 他们每个都是国服 好 那再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蓝色方 抖音ID 小小时 来自 溯源战队 S33 用 S33 用杨玉环 打上巅峰第一 第一个 红包 大师命 打上百平 国一的人 本月 三国服 在榜 安卓 微信 苹果微信 苹果QQ 大师命 抖音 抖音 杨仔 来自 溯源战队 S21 赛季 QQ 定榜 国服中路 三国服中单 S30 赛季 五国服 同时 在榜 巅峰 全国 前十 历史成就 巅峰赛 2560分 十四国标 全能 法王 好吧 抖音 雪天 冰 冰 雪天 冰 冰 来自 溯源战队 常常活跃在巅峰前摆 历史巅峰 2500 国一爱林 大王绝活 一个玩法装爱林的高分主播 好吧 这个 冰分同学 雪天 冰分 爱林绝活 抖音 小声 国服 吕布 来自 溯源战队 八百 八国服 百断 对抗路 常常活跃在巅峰前摆 历史 最高 2500家 最具有操作的吕布 好吧 那左边 绝活哥 站的比较多 右边是流派创始人 比较多 这是 这是 这个 这个 右边 就是 实创流 他给我们填了个 填了个比较简单的介绍 这个实创流 现在 嗯 嗯 就是 就是 大家自己猜吧 好吧 大家自己猜 他可能写的比较花里胡哨 结果有真材实料 也说不准 那左边就写的比较 写的比较公式 让我念出来 你就觉得有点僵硬是吧 因为他们格式都是一样的 啊 其实我觉得这个场合 他就可以学习一下右边的吹嘛 随便啊 你要不要吹的太离谱就行了啊 逗一乐子也行 那左边就写的比较实诚 那他们就是各种国土百段 右边就是创 各种创始人 那这样的话 呃 右边 一把不输 拿出了 露娜 啊 拿出露娜 看看 厉不厉害 那按理来说啊 我们上一把也是的 上一把也是 MY 是 呃 比较俱乐部的成员 对战呢 是 一百 平均一百零八段左右的 一支战队啊 一支战队 就是平均一百零八段左右的 一支战队 最后是输了 然后发现在BO1的情况下 还是绝活厉害 好吧 还是绝活厉害 嗯 这不拿大使命 要看的 他们这个已经选了夏侯来打野了 是吧 夏侯打野 因为你在比赛上面的话 肉也肯定还是吃香一点 肉也肯定吃香 你想秀的话 压力都会比较大一点 好吧 照片是谁 照片我哥啊 借他照片用一下 长得挺像的吧 嗯 大仙力 嗯 嗯 啊 我们来看一下 现在竞猜玩法里面 大家觉得哪边会赢 哪边会赢 啊 果然 呵呵呵 嗯 竞猜 大部分人觉得 左边蓝色方 硕颜战队的盛面大一点 右边的实创流 好像他的介绍 大家并不买账 好吧 一把不输 一把不输的这个支持率 稍微会低一点点 啊 低一点点 还不错的 哦 搬了大使命 介绍一下吧 我都已经介绍完了 你看没有亲吗 我一般都是开 开始的时候都给他介绍清楚了呀 为什么照片 为什么照片比本人 那照 不是 那不是我 那不是我 就借了一张照片 好吧 借了一张照片 然后呢 让大使命去打野 防止对 那你要看一下阵容嘛 也许BP上面 还是有 有优势 他怎么想的 我就不知道了 好吧 赚源搬了一个火舞 嗯 搬火舞 要出大赦吗 嗯 但我觉得现在 赚源这边 照片 照片 哈哈 而且 你选个阿里别结 打路纳也相对来讲 很好一些 牛魔 保前期强度 别说了啊 再说了 我要吹响我的先敌了 张飞 如果张飞的话 再一个蒙亚 蒙亚 蒙亚 其实相对于 蒙亚 我感觉这把不是特别要打 对对对 阿里会好一点 因为路纳 路纳飞 蒙亚还是比较好飞的 那这样一看 嗯 其实 限制完路纳 路纳没有作用 他们右边的这个 这个阵容 目前我还看不出 有什么比较像样的这个体系或者配合 好吧 左边的话 夏侯拿出来 他就比较非常攻势化的比赛阵容 好吧 中路来一个抢线快的 打野来个坦 边路来个站边 是吧 站坦 一般就是打野是坦克的话 边路就拿站边 然后一个保着攻顺力发育的张飞 左边的阵容就比较像比较像那种比赛的阵容 右边的话 虽然香选出来 我就感觉不是特别厉害了 因为虽然香在比赛里面 评级是比较低的 好吧 虽然香现在发育周期太长了 除非它是那种虽然香的大绝活 好吧 大绝活 你现在点右边 右下角 你点一下右下角 就可以把屏幕给拉全了 好吧 把屏幕给拉全 你这样看到比赛画面就会更大一点 那我们现在这个福带正在进行中 兄弟们双击点点赞 双击点点赞 左上角的福带参与一下 好吧 左上角福带参与一下 右边后期更强 你是哪里看出来了呢 阿黎在后期不比虽然香弱点 把手机拿起来看 我现在戴这个眼镜 我看我那个屏幕都不是很清晰 随便小顶一手 抢线 这样的话你看 这打的就很有体系 你看这个炸弹猫 直接把兵线给炸残了 就让阿黎硬吃 吃完了后直接往野区一挤 这就是比赛的标准模板 现在很多赛事 他就是比KPL 你可以看到中路 但凡有点献权 打野就直接往红区开了 就往对面的野区挤 牛魔 下路还拿出了医学 这一波 红被反了 这波遍体开花呀 受援战队不但反到了 和罢伙 红被反了 射手嘎了 那这样的话压力就很大了 好不好 你们你要打五个怎么报名 现在报名已经截止了 兄弟们报名的人太多了 报名的人太多了 现在还有好多兄弟在软件上面比赛 知道吧 他们都在比赛 我们有比赛比完的 就回来看看 他们的队伍是怎么打的 因为大众赛道 到时候可以挑战主播赛道的 你也看看对面是怎么打的 红色方真是人才积技啊 是吗 抖音归线王 抖音航载变身 抖音乐伤 那乐伤现在是真的伤 好吧 现在是下路逆风 线上没有优势 红buff失守 看一下 这个好像节奏点是直接把这个空间之灵给让了出来 空间之灵让出来是准备抢了中线 然后直接打蓝区吗 小满 小满 我的妈大招 这一砸 哎 路纳直接生发了 那这样的话 路纳 红蓝区不是完完全全要守不住了 在这个时间点倒下的话 恰逢 红蓝刷新 路纳红蓝估计就要都要没啊 洗了进去 增机 反手回弹 给了高二技能眩晕一手 红buff应该就有了 这路纳看这个蓝buff怎么守下来 他们应该是知道蓝刷新的 还会不会往蓝buff这边挤 路纳肯定是这把崩了 好吧 路纳这把 有点小崩 还是要往里面挤 看张飞 把位置给卡住了 吼了个大招 那这样的话 蓝buff 路纳还是保下来了 但如果你要看经济的话 我感觉路纳的经济有点小崩了 那基本上就比较难带起节奏 好吧 经济有点难刷上来了 你怎么没有参赛 我们后面打表演赛会上去打 现在是我们这个海选赛 海选 海选赛跟那个 大众赛 我们就稍微看看 看看这个主播的风采 好吧 按按理说 就是从开始打到现在 比较像比赛玩法的是 溯源战队 因为他们的开局 你就明显能感觉到一些 设计上的小心思 对不对 炸男猫前面把兵线 炸了个七七八八 让这个阿黎单吃 然后阿黎带着夏侯 直接跟辅助三个人 一起往红区去挤 这是一套比较标准的 这种职业打法 好吧 是很标准的职业打法 这是让我看到 现在海选赛里面 唯一一支队伍是 在前期做了一些 不一样的设计的 好吧 然后我感觉 现在一把不输 可能这一把 就可能要小输一点 好吧 这里 好像撬到了防御塔里面 稍微有点 没控制好细节 但无所谓 大招压了两下 能炸死 炸不死 看来的话 这波太极限了 这波是一把不输 他们抓住了下路阿黎赛 自己不生一人 一把不输 也一把不赢 那你也不能这么说 啊 看 呃 因为你一旦路纳 被别人控到了蓝区 别人就持续打进攻了 好吧 解说是谁啊 解说是呃 官方请的一个优秀解说 当阿里和小满 好吧 因为我有的时候我 他们那个比赛 我肯定不是所有场次都会看的 那没有看的话 就由呃 这个抖音电竞的解说 给大家解说 好吧 现在下个蓝区 路纳我已经感觉到她有一点点迷茫了 因为我上估计也是差不多这样 好吧 能在比赛里面拿路纳的 基本上都得有很大很大的心脏 因为在这种 大家都开麦沟通的情况下 那基本上你这个有机会 哪里哪里蓝就一定会蓝 路纳特别蓝 他除非等一下给我们展示一波经验的手法 现在已经半管蓝了 等一下再飞一下这个野怪 再飞一下这个 然后蓝buff刷的时候 就被迫要回城了 就节奏很影响 没有蓝buff基本上刷不起来 好 给了大招 硬打了一踏 这一波真机 没有产线 直接倒了 现在路纳这个蓝量进去飞一下 估计别人就掉三分之一去 那现在又恰逢 要打蓝buff的时候 中单又掉点了 那这个蓝buff应该就 又得让 是吧 持续控篮 还是想进去试一试 直接一闪 强击 2121回旋转 这个 换页 换页胸是有节奏的呀 好吧 判断非常准确 老夫子捆到人后 也是瞬间倒下了 因为实在是装备支撑不住 我们来说一下 这个刚才的抖音换页的一手操作啊 就是他玩的机晓满 机晓满是一技能加闪现 接二技能 然后他直接预判路纳要飞的方向 跟了一手21 直接把路纳给踹死了 他这个比较精彩的一个点 就是在于他预判了路纳飞的方向 然后给了21 然后21是比较锁定的嘛 你再飞 飞再远 他也能踹过去 好吧 路纳还是要看经济的 经济一旦逆下来了后就不好打 路纳的优势是在于什么呢 他过中线特别快 因为我们现在中线的那个兵啊 他的物理防御特别高 你像原来一般那些什么玄册呀 或者是一些飞呀 这些英雄啊 他比较喜欢吃中单的 现在中路看都不想看影 因为中路的物抗太高了 为什么法系打也会崛起 就是因为吃中线 非常简单 因为中线的魔抗 他没有提高 所以我们在这个赛季 会看到司马懿啊 祝亮啊 还有那个杨玉环呢 嫦娥啊 为什么这些法系打也能崛起呢 就是因为他吃中线快 他帮中路过线很方便 懂吧 好 再怎么说 那这个 这个确实伤害特别高 老夫子闪现就直接溜了 嗯 什么 什么红色方路 那吵起来了 真的假 多 应该也秒不掉 在发育 阿里又是把 身上 他们吵起来了吗 我就看看 高地的门口 那这波高地 嗯 扶好手 老夫子 现在是没有大招 没有闪现的 嗯 阿里 往前点一套 什么级根科雷 压一下伤害 还是有人数优势 所以 我听听 就整活就行了 整活就行了 你拿来一个 我们的 二十年 他的电流声实在是太大了 好吧 我 我 我稍微听了两句 他们说整活就行了 整活就行了 坚持 坚持整活 加油 好吧 加油 一把不输 在这一刻 我们看他们会端出 怎样的大活 在哪听的 我去他们直播间听了 听了一嘴 听了一嘴 他那个电流声太大了 电流太 电流声太大了 再回去收衣服 压得揣不过气来 要开始对喷了 没必要 没必要 好吧 快乐 快乐就好 快乐就好 输了就没了吗 是的 这个主播赛道的 海选赛是BO1 好吧 BO1 撑过十分钟 是吧 撑过十分钟 好吧 加油 现在是九分 十秒 还剩五十秒 马上就能撑过十分钟了 就手 硬手就行了 怎么说 蓝buff 蓝buff是持续被控 现在这个 乐商同学 应该是蓝buff 味儿都闻不到了 好 什么西的装备 肯定是特别好的 这一颗雷 张飞 强行吼大招 把人给挤开 什么西 又是一个大 全部半许了 我的天哪 这是一闪 接二技能 直接全部打残了 乐塔 没有兵线 就是硬点 点掉了 好 放掉了 一座塔 是吧 都没有去等 十分钟的 暴军龙团 他们现在 他们现在可以 肆无忌惮地 做任何事 再回头 收一条暗影 主宰 那野区 基本上是 全部被控 全部被控 一点都不受 这边 已经没有 没有在下 想去开 那个暴军了 就直接去 把主宰一拿 放一条路 然后想快速结束 好不好 快速结束 有人结束 是的 有人结束 结束了 是吧 差了十万经济 你看错了 一万经济 一万经济 十万经济 就离谱了 差距太大 别慌 别慌 目测 按照这个方式 发展下去 那应该是 抖音的 这个行载 他是作为 这个一把 不输的队长 我相信 在这个比赛 是吧 这个比赛 结束之后 他应该会有一手 稍操作吧 把自己四个队友 全部的举报一遍吧 你觉得呢 不出意料 不出意料之外的话 应该是 都会点个举报 然后你会看到 右边的一把 不输 一把不输 队友 等一下出去 互相举报 好吧 已经举报了 是吗 真的都这么抽象吗 我以为我开的是玩笑啊 真的 那这样的话 张飞 吼了个大招 伴随着一山吼 伴随一身吼 开始嘎嘎点击地 那我们更新 溯源战队 溯源战队 赢下了本场比赛 好吧 这个战队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因为我看到他们 一级有设计的呀 所以说我觉得 他们这个平常没在一起扫裂 好吗 那也是 也是出了这个本期海选的第一个最奇乐融融融的战队 好吧 称之为五举战队 也别叫什么一把不输了 这首五举也就是在第一次参加比赛 比赛过后 队友直接相互举报 你弄我弄 是吧 能感觉到感情很好 才能一起携手参加比赛 一起喊出豪言壮语 一把不输 结束之后再无人互相举报 好吧 让我们也恭喜一把不输 同时也把这个掌声给到我们的溯源战队 恭喜恭喜 好 举报了吗 那看他们第一视角应该是互相举报了 等下看下一把 等下看下一把 这把结束 两到三分钟就要开始下一把 解说去洗手间了 好吧 解说去洗手间了 为什么会有延迟呢 你说哪边延迟 我这边延迟 因为我是看了抖音的流 我跟你是一样的 我们进度一样的 好吧 我们进度都是一样的 我记得他 光我印象里 他就切掉了三次 那这个击杀手就很明显了 好 下一把战队是谁打谁 我给他看一下 给他看一下 大家就近拆 图个乐呵就是 你知道怎么近拆吧 在右下角 有个更多玩法里面 更多玩法里面有近拆 那下一把是来自 叶泰美VSR管战队 好不好 叶泰美VSR管战队 这两个战队都比较有来头 比较有来头 到时候再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 叶泰美有谁 我等一下告诉你们 等我们这个正二八女要介绍了 给他介绍一下 他去上了个厕所 其实我也想去上厕所 我能去上个厕所吗 现在就开始介绍 那个名字还没跳出来 名字跳出来 他们BP的时候 反正大家也不怎么看BP 是吧 毕竟是海选赛 我们没必要那么专注跟认真 最主要是把双方的背景 或者是实力给大家介绍一下 好吧 我快去 行行行 大家看我哥哥播一会 我哥在上面播的 我哥在上面播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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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这次本来会 我们再在动 然后再 marketplace 我再接受 back 名字还得低调点 大家从名字来讲还是能看出他们的想法的 一把不输嘛 当时其实在最后几波他们就发挥不出来了 因为毕竟在前中期的节奏 一把不输是需要靠露娜去打 但露娜从前期就一直被压制 所以说就到他的发力期就没有办法去发力 而他们另一个发力点就是大后期的孙让香 而过不到那个时间 左边不给机会 硕源他们对节奏把控不很好 而且这局其实我还是在想一个点开局 当时沈梦希对孙让香的一个单杀 在下午爆发的那个单杀 其实感觉孙让香有点失误吧 虽然沈梦希前期打孙让香还是五五开吧 虽然沈梦希技能所提 但是孙让香毕竟有走位 不过被单杀还是比较点的 大家这几天来到抖音都可以搜索大线杯 搜索抖音电竞来看我们的赛事 也可以给抖音电竞点点关注 后面会有持续精彩的赛事为大家求见 好我回来了我回来了 兄弟们双击点点赞啊 他哥造型帅不帅 已经要开始了吗 别急啊 那现在给大家介绍一下 待会来的是这个叶泰美VS阿管战队 叶泰美的抖音ID是王者荣耀简讯 好吧 他自称是百段打野射手 共拿过23个国服主玩发育录 人均拥有十国服的守法怪物 你乍这么一听 是不是觉得又是个吹牛战队 是不是 你觉得是不是有点吹牛 就是他ID是王者荣耀简讯 你一看是不是写资讯的 类的一个抖音博主啊 他说自己是百段打野啊 还百段射手23个国服啊 是吧 是不是觉得有点在吹 那我再介绍一个人 再介绍一个人 你可能就觉得不是那么吹了 好吧 寒业解说 在这个队伍里面 寒业 寒业是谁呢 和学人爷 KPL KPL冠军 对吧 一届冠军教练行业啊 那他他自己认识的 那种退役的职业选手特别多 然后他也在微信里面跟我说了 他说来这个比赛 热闹热闹 热闹热闹 参加一下 参加一下比赛 所以说 你看着这个简介像在吹 但我感觉他应该是拉来的人 应该不会太弱 打比赛 为什么感觉还不如自己打的好 直播打比赛稍微会紧张一点 因为我自己也打过 一上场就直接变台去 这种体会 你自己参加你的自己也知道了 我自己平时打思路很清晰的 比赛的时候不一样 你这儿拉紧的去逼拼了 打比赛了 你感觉像你这个手 会不会操作有点变形 有点不敢去参加了 来参加比赛 你也不用心理压力会很大 在参加比赛的时候 都会有一些面子操作变形 大家就只要看个乐 这一届搞得好 下一届我们自己搞 这一次没参加到 就来看个乐 直播看专业打比赛 为什么感觉还不如自己打得好 直播打比赛稍微会紧张一点 道波你确定要重复放吗 倒计时 哎呀别了 哎呀我人还坐在下面 我不停的看这个电片 也太电了吧 这也太抽象了 哎呀 别别别别 嗯 直播看专业打比赛 你确定要重复吗 哎呀 我能感觉到啊 比赛中间确实有什么电片 好像别的比赛这个电片 他一般都是拿一些广告来冲一冲的 我这个电片 确实别有一番风味呀 好吧 下次我们能不能尽量接个广告 在中间电个片什么的 这有种反复编编我的感觉 我受不了了 去参加 哈哈哈哈 啊 这一次没参加到 就来看个乐 嗯 嗯 还有 哎呀我的天哪 哎呀 打比赛稍微会紧张一点 因为我自己也打过 一上场就直接变成 这种体会也棒 是的是的我知道你打过啊 我知道你打过比赛 别说了 啊 好吧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 我知道 现在所有 现在所有直播间里面的人都知道 你打过比赛了啊 来参加比赛 你也不用心理压力更大 在参加比赛的时候 都会有点点操作便利 大家就比较看个乐 这一届搞得好 下一届我们继续搞 这一次没参加到 就来看了 嗯 啊 行行行行行行行 还这么相相比之下 还是放个哥哥的照片在上面好一点啊 我哥 我哥照片在上面 没什么毛病啊 哇 今天整体的比赛 时间还是很快的 好吧 行 嗯 所以我觉得今天啊 这些战队他们的 不管是先不说实力的问题 我觉得整体 这个斗志确实是昂扬起来了 不像昨天我们等了很久 现在我们再给大家介绍一下 刚才已经吹到了这个 由王总要简讯带领战队啊 叶泰美 里面参查的一个这个 第一届KPL的解说教练 韩业 好吧 那他会拉来怎样强劲的队员 我们现在还不知道 好吧 所以说你看他简介吹得花里胡哨 说不定是真有实力 那蓝色方抖音ID是超标教主花式 教你上大分 阿管战队其又称为广西 广西仔菜鸡组合一手鲁班 7号横着走遍王者峡谷 打野一百六十段打野 我叫宇宙宇宙无敌 那射手二十六段发一路绝火鲁班 好吧 二十六段发一路绝火鲁班 辅助鲁蛋你冲 我保证你就完蛋了 中路一百三四国服中路边路 抢先服第一对抗路 今天有开心我无敌 今天没开心状态不好 好吧 这两边的介绍下来 感觉都是写的是比较抽象的 好不好 也不知道是不是在藏 看一下 这个左边阿管战队 他绝火二十六段绝火鲁班 能在大鲜杯上面打出怎样的风采 看会不会抢 那还是首选的分 我以为首选会选刘邦 因为刘邦在这个版本是非常强势的 那我们现在可以双击点点赞 左上角伏带可以上去一手 右下角有个积分玩法 通过我的简单 美妙的介绍 你自己去评一评 到底是阿管战队会赢 还是叶泰美战队会赢 好吧 在右下角有更多玩法 然后同时我们点开这个横屏 假如说你觉得这个比赛画面不够大 点开横屏 比赛画面就会变大了 好吧 别急 抖音出城 是那个出城吗 应该不是 好吧 反正他们写的是比较喜感的 两边都写的比较喜感的 但是你要说 两边在这种极度喜感之下 是不是笑里藏刀 那还真不知道 说的是二十六段 绝火鲁班 但选择的是守法 守守法自信的公孙黎 配的一首孙斌 来的一首这个 抢中能力非常强的炸弹猫 叶泰美 寒夜玩的是谁 叶泰美 这还不知道 他怎么把自己名字藏起来了 还真不知道寒夜玩的是谁 没有教练吧 那基本上肯定没有教练的 没有教练 这都还没有到到那种八进四四进二 他们会不会请教练都不一定的 这个都是自己战队自己决定的 积分没开 我们在编辑 我们在编辑战队名字 谁解说 在抖音电竞 就假如说我没有直播的话 在抖音电竞 在抖音电竞里面 你们可以看到其他场次的比赛 好吧我因为我肯定不会每一场比赛都解说完的 我就每一场比赛陪大家一起看看抽抽奖 是吧发发福袋 然后开开竞猜 大家图个乐呵就好了 然后你在我平时没有播的时候 是可以去抖音电竞 继续关注大千杯 好吧 简介说的是非常花里胡哨的 但打起来都是好像挺认真的 如果要搬的话 是吧 搬的英雄都非常正常 这一看不是来整活的 是为了往下一个阶段走的 好吧 你现在按理说两边阵容强度 我觉得还是一个平分秋色的 好吧 两个能奶的话 因为商企和和这个杨玉环 杨玉环玩的好 我觉得强度还是在线的 然后杨玉环现在不知道他是打野还是中单 中单的话可能会稍微弱一点点 他跟炸弹猫抢线不好说 好吧 即使基小满现在强度不是在一梯队 但还是在我们这个比赛上面 基小满的使用者还是特别多 基小满亚连 刘邦基本上都不会放出来吧 放了刘邦也没人选 这一波到底是大司命还是选的凯 然后曹操去 咋说 两个战坦 战坦一样的英雄会比较适配孙并发挥 对吧 孙并开二技能 这些人最起码你得肉 如果你选了个光性圆割 其实还没二技能抬上去来 人就嘎了 而且这两个英雄和孙并也有一个适配性 选了两个 一个坦克 一个战士的曹操编路 曹操去打的基小满 曹操打基小满的话 应该是 反正打起来的话 应该是曹操 就一定要硬磕 就是一定要拼到最后的话 曹操应该是能站到最后 但主动权是在基小满这边的 就基小满如果不想跟你硬打的话 他是能走的 就他打定一套二技能就拉开了 选择首约 那这样的话要往很后期拖了 因为在首约在我们的印象里面 他是一个原来是一个前期的英雄 现在变成中后期了 就首约一定要等三件套才能开始发力 他必须有无尽红叉加上加上破晓 你才能感觉到这个英雄开始有伤害了 前面基本上很弱的 原来的首约在对线上面只要居中了两枪 基本上就有限权了 现在如果不是居中三枪 感觉限权就很难拿回来 好吧 现在比赛就开始了 来自我们这个蓝色方阿管站队 VS 呃 红色方 叶太美 好吧 嗯 没成绩 是吧 没成绩 有这么紧张吗 惩戒都不带 真的假的 阿管站队对阵叶太美 今天的第四局 刚才的 有惩戒是吧 阿管对对说自己有个26段绝活鲁班 估计是开玩笑的 估计是开玩笑的 还还催自己有那个160段打野 啊160段打野 这估计也是太太浮夸了 嗯 还是有惩戒的啊 有惩戒的 中单是杨玉环 配的两个加血英雄 两边阵容我看下来 应该是一个平平秋色的 平平秋色 那这样的话我看到了 炸弹猫 率先把这个一性能丢了 然后被卡陷了 这就很难受了 这样的话应该是掉了一个兵 就硬要限制沈梦西的第一波兵线 还行 因为看了一下下面去帮守约 其实也没有必要 守约你能感觉到他前期的强度就很低 现在辅助还能跟中路连体开第一波节奏的 如果你们家射手是马可布罗 或者是白里守约 你都是可以直接去帮中开的 因为这两个英雄 即使你在线上 你也很难打出优势 好吧 就马可帮他是没有必要的 他们就打一个抗压位就行了 解说声音也很小 我们把解说声音开大一点 好 成绩拿到野区 现在所有人都来挤资源 目前来说 第一个节奏点就是 先看1分30秒中路兵线这一波强怎么样 这一波中路兵线是直接让给了夏侯 让给夏侯直接单吃 然后让这个中路去上路先打状态了 那这样的话 我们看到阿管战队是这波是拉上了孙并辅助 一起去往上路去争夺空间之灵了 那这波四打四 将决定本场比赛的走向了 看一下大刀 夏侯敦大招往前跟 两边应该是只是打一个小摩擦 夏侯敦拍三个 夏侯敦现在的 坦步 还是抵不住 好 那这样的话其实 稍微有点对跟解说说的一样 进的太太深了一点点 因为四分钟还有防御他 还有野区保护机制 野区保护机制有额外的防御加成 在那个点打起来的话 肯定是打不出人头的 蓝色方这一波是虽然是掉了一个夏侯 但我感觉整体节奏还行 没有掉太多 好吧因为他出来的时候 应该是还是能正常刷完自己的野区的 他需要队友去帮他提一下树 因为谈野死一次后 那个野区刷新的节奏有点 有点不太一样 不回头应该是可以走了 是的他们还是觉得 夏侯觉得自己那个被动没有完 还想再打一打 夏侯已经开始压他了 那这样的话我简单说一下 我感觉有守约的阵容 一般都是往中后寄托的 就不用想 因为守约他发力就在 就在十分钟左右 现在守约发力比较晚 这一局看一下这个枪法如何 枪法如何 还没开局还在描 好像漏了一个兵 第二个兵 好开了一局还行 第二个节奏点也要开始了 他们现在都三分三十秒 三分四十三分五十秒 左右在围绕中路 准备抢这一波线 然后准备抢暴君了 怎么说 先卡一套伤害 但轻线速度是比不过什么机会卡的 嗯 那这样的话暴君刷出来了 两边有没有动静 红车发还是把视野给挤出来了 夏侯这一点还是 就抢中线能力还是比较强的 好吧 他毕竟 在这个时间点 坦度是比 比卡要高的 然后他们两边还有能回血 但这一手反手 龙坑被挤出来了 这一手宠剑拿到 漂亮 跳了进去 但是被击飞了 哎我的天 哎哎哎哎哎哎 杨玉环二十六段 二十六段绝活鲁斑倒下了 再一颗雷 杨玉环没大招 只能自己通过走位 规避了沈梦西大招的后续的三发 还可以接受 如果是红掉了应该就接受不了 在这波团战叶太美是打赢了 叶太美 不过这个红区还想再进 是谁的 抢到了 抢到了 而且夏侯尊顺势把孙变 连人带野一块拿掉 那阿管阿管战队就直接宣布 进入逆风节奏了呀 而且他们知道阵容其实是 因为守约现在还没有发力 通过他其他四个队友的运作 已经拿得这个小优势了 如果能拉开 那将是一波团战 锁定团战胜局的一个点 就如果两个人的控制链 连续排到三个人 开始挤红区 几乎是本营的 怎么说 好像做了一个红buff的互换 好吧 在评论区里面看到大家 一直在说菜菜菜菜菜 那可能我前面的这个介绍啊 没有给你铺垫好 你就看到两波 你就觉得别人菜 按理说这也能摇来人 然后正儿八经BP的话 那还是特别厉害的 在小地图上能看到 守约布置的这三个眼背啊 就能保住保护 他在下部的单带 不受太多的干扰 这一波 业太美准备挤蓝区 敢敢打 这是利用好的守约这个单带点 打不了 只是给点压力 嗯 两边的经济还是没有拉开 好吧 两边的经济没有拉开 但是就是因为没有拉开 所以我觉得叶太美的胜率 会稍微高一点 你要你要知道 就是守约这个英雄 他就是中后期的 如果你现在没有 没有压制住守约 让守约很好发挥的话 哎 这里已经围了过来 那应该是曹操要嘎了 又在挤红区 曹操倒了 他们能不能守 好 成绩也没有成到 嗯 姐说没声音了 我开大声一点 嗯 没有配合 还行啊 我看他们组织反击也 也还可以啊 就是自己家红被反了 你看他第一时间 能打出换节奏 就没有太熟了 这一波 我觉得红色帮 如果要求稳的话 还要往后面拖一拖 守约现在战力还是比较弱的 你看他点别人都不是特别痛 卡得很死 没有焦 红区这一波也是守下来了 好吧 红区也是守下来了 我们来看一下 点击开饭就可以参与了 好吧 我们屏幕右上方 有我那个头像的baron 你往下跳 往下拉就可以有观赛福利 可以去抽抽奖 我看一下大家觉得哪哪边会赢啊 大家目前来觉得的话 应该是觉得叶太美的战力还是会强一点 好吧 觉得叶太美的胜率还是高一点 我发现你们没 在这个比赛里面猜得都挺准的 有的时候跟我看法 简直是一模一样 应该是小满这个队伍营 是吧 但你现在还是不好说啊 两边的经济 经济是一样的 后面就不好说了 后面肯定是 红方有优势嘛 因为炸弹猫那个消耗 就炸弹猫那个消耗 已经消耗不动了 商企能抬血 然后杨玉环也能拉血量 炸弹猫厉害不就厉害在这种两颗炸弹 对面C位接不了团嘛 那这样的话炸弹猫两个炸弹消耗下来 对面依旧有接团的能力 炸弹猫伤害就 后面就显得有点乏力了 首约已经开始逐渐变态起来了 好吧 好吗 商企这个英雄到底咋玩 商企他 他伤害挺高的 你如果带法穿明文的话 一技能能拍别人半个玩具 好硬要往前面起 还有点脱节 有点脱节 暴君 小碗拿了 谁二一技能强切 一二一 这波小碗的操作直接拉满 我鲁班哥又倒了 这是一个自称自己26段绝活鲁班的玩家 下路也没了 那这样一下经济差就拉开了小两千了 问题不大吧 因为没有拿鲁班 我觉得很奇怪啊 他说自己是鲁班绝活哥 他为什么不拿鲁班 而且一开始还把那个鲁班大师给搬了 他一般有个鲁班大师加鲁班 其实在这种比赛里面还是比较好用的 好吧 公顺利放了个大招 准备往前压 其实打到后面也不好说啊 毕竟孙命在 孙命也是一个打后期的英雄 是吧 孙命开二级呢 带着 带着铠跟曹操往前面冲 还是比较能冲阵的 还是不自信 是吧 但选阿里已经相对于说自己是自信了 阿里还是一个很需要手法的英雄 一般人都不怎么接触阿里的 因为阿里太需要操作了 很容易团战中直接融化了 目前来看的话 我觉得对面好像是限制不了手约的 对吧 这个阵容 后面是很难打手约的 有一个夏侯这种大前排卡在这里 还有技巧满帮他们拆虎 手约的输出环境特别好 我现在是想不到有切手约的画面 手约三段套 好他的三天套也来了 我也是给大家说的 手约的强势期就在于十分钟 十分钟之后 手约开始越来越牛了 是吧 无尽龙叉加破晓 他现在站着不动 凯没有开大招 四五枪半管血了 是三枪一颗血 直接Rush掉 哇这个手约感觉后面在这局比赛之后 其他队伍很可能会直接搬掉 怎么说 开始拿红buff了 那更加折磨了 五枪一个前排 五枪一个半血前排 十枪一个前排 领先了三千 但中路伊塔还是一直在阿管战队的手里 组传伊塔 电脑怎么参与积分 电脑好像参与不了积分吧 在右下角有个更多玩法 你就可以玩进拆模式 这一把应该是很多人比较稳了 心里比较踏实 因为他们都觉得叶泰美这个战队会赢 果然简介浮夸 不代表真的没有实力 因为我给大家念一下 后来的观众他不知道 是吧 红尘方叶泰美是抖音队长 王者荣耀简讯 百断打野射仇 共拿过二十三个国服 人均拥有十国服的守法怪物 他们是这样描述自己的 好吧 人均拥有十国服的守法怪物 听着像是在吹 但好像乍一看 还是真有实力的 节奏稳下来后就开始进入了平推节奏 已经没有人能拿手约有办法了 你现在能想到的画面就是凯跟曹操硬把首预给切掉 出城是职业那个吧 应该不是 应该不是 如果出城在右边的话 那还真不好说 因为韩叶教练他那个跟很多选手关系还挺好的 他很早就在职业圈里面玩嘛 所以说他认识的选手很多啊 这边一闪接开团 直接让公顺利瞬间融化 砍开起大招 直接提了个大招 到处往回跑 一脚砸起来 那这样一波的话 我感觉已经是接不了团了 好不好 公顺利已经倒了 没法打了 现在残血 由这个杨宇环加上桑起 硬是能把血量给拉上来 那这样的话 我感觉中路高地应该是要破了 就算这个大招开起来 再来猫两下把这个兵给贴了下来 不过龙已经来了 这种消耗已经没有特别多的意义了 桑起跟杨宇环强行能把这个血量给奶下来 然后现在这个 这个守约的超远距离 是吧 硬是活了下来 两个人想硬切白铃守约 差一点把白铃守约给切死了 守约现在主任之功已经出来了 后面是更加不好切了 那守约在这个团战里面能做出的伤害 就会非常恐怖了 好吧 要不捡点钱吧 我看地图上钱很多 又是有超级兵的差距 减点钱 守约守太长了 是的 几乎是 现在是两座高地的一个差距 但第三座应该也快了 而且经济差 继续让了出来 开始离谱了 现在玩守约怎么玩 前面会有二技能凑凑点 后面基本上二技能基本上不丢了啊 就全部都是AAA大招 AAA大招 AAA大招就可以了 好 这波是由阿管战队 发起的进攻 逐一开 公寸离会不会被打的有点猛啊 这个大招 丢的 好像是 歇险紧张了一点点 想挤一个视野 看有没有抢龙的机会 这一看龙掉血掉的太快了 伤起 我感觉应该是这一波就结束了 家人们 好吧 已经来到了5000的经济差距 开始要硬点塔了 那应该 应该是顶不住了吧 你们觉得呢 发挥感觉被限制了 他想切塞 但是守约切不死 而杨玉环有一个大招 这一波可能是伏笔啊 杨玉环大招已经开了 但守约 点了个竹子之弓 现在只要你在这个攻击范围内看到人 你就大招先拉开再说 是吧 你只要看到人啊 在你脸上你就大招拉 大招拉 大招拉 一线已经进来了 这个杨玉环 季晓满状态不是特别好啊 即将买 要稳一手吗 决定还是稳一手 去拿主宰 韧性还是有的 韧性还是有的 谢谢妹啊 谢谢Lazy 等于说在这个槽里面骗别人一波 让别人觉得是在打龙 看对面出不出来探一探 直接在这个桑起的槽里面 桑起一闪直接接接控制 强行秒掉了孙命 阿里也瞬间蒸发了 这一波应该是要带着兵线 直接一波了好不好 五打三 怎么打都赢了吧 对吧 这个桑起草 五个人站在一个小桑 就是他们利用了阿管战队 不想放龙的心理 阿管 因为刚才阶级差其实只有4000 所以阿管是认为他们可以抢这条主宰 那个草是别人觉得小小的草里面 应该是埋藏不了这么多人 结果那个草还真的就要装得下这么多人 冰先过来 直接稳稳的点基地 应该就赢了 好看我们手约 三枪 直接抬走基地了 赢得了今天第四场比赛的胜利 好吧 让我们恭喜韩业所在的战队 也恭喜抖音ID王者荣耀简讯 阿管 叶太美 抱歉 叶太美 恭喜恭喜 更有思维的策略 就是给了一个假视野 打得非常稳 好吧 这把个人简介上面都写的差不多是整整活内容 但打的都是非常稳的 那下一把就是意气风发的少年VS蓝色方天才冠军队 这波决策真的完美 那下一把也会比较有意思啊 下一把是由这个德华工会的席简吹 好烦 而叶太美是四个人在一半以上 白领首约的装备 这个版本的首约的标配 是的吗 应该是的吧 通过普攻来打 VS天才冠军队 天才冠军队是 范特希王子荣耀 天才冠军队 这局其实叶太美的四个人 行行行 我到时候再给他读吧 再给他读 我不知道是不是的 他们这个简介都拿过来是这样的 有他们自己写的 可能只有10% 甚至不到 可以看一下 应该是夏欧洲和桑起承担了更多的伤害 哦 首约 果然9.5% 对我侥幸严重 不到10% 因为他的战备很好 而且如果左边往前突进的话 0-4-0的射手 这是比赛嘛 比赛很正常的 你你上去打也差不多会这样的 我上去打也说不定完工人力也容易0-5-0啊 就很正常啊 等一下看下下个战队了 下个战队会比较有意思一点吧 因为大家都会知道知道的内容会多一点 好吧 然后就应该是天才VS天才 两边都是自信满满 一个叫意气风发的少年 一个叫天才冠军队 简介里面不是天才就是国一加百段 红字可以不读 是习简介里面 可以可以 还是想回顾一下刚才最后这波团战 太精彩了 就是利用了一个桑西草 然后五个人非常整齐地站在这个草层 我觉得这支队伍他们一定是有着非常长时间的磨合 至少对那个 他们写的 不是他们自己写的啊 这可能不是我硬吹的 我有些同学我是知道的 有些同学我不太知道 好吧 他们写的我就念一念吧 就相当于帮他们自我介绍一下嘛 给大家认识认识 下一把什么时候开始马上 马上 然后你们在这个中场的时候可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观赛福利怎么领啊 观赛福利大家可以去领一下 去试试手气 在这个抽奖里面看到没第二页就是这个抽奖啊 这里抽奖点击开饭 我就不点了啊 啊 点开饭就可以领我这个 呃 武则天手办随机英雄钥匙扣大仙怀朴孙并手办啊 可以这个有有机会参与到啊 我们首先要预约这个预约大仙杯直播 关注主办方张大仙 关注抖音电竞 观看大仙杯直播 每看一分钟会多十张十张票啊 分享本页面 你就可以在这里面抽奖了 好吧 而左边刚才最后是选了一个凯 凯 相对于大四命来讲 我觉得这局如果选一个大四命的话 对手约的限制会更高一些 因为大四命毕竟 选白里就充脸了 他们就充不进去嘛 因为桑起他老子在拆呀 桑起 怎么克制马瑶这个组合 选加罗 加罗打马瑶的 你自己去练一练加罗 你就知道加罗打马瑶是有多好打了 大众赛好慢 因为大众赛参与的人多嘛 好吧 主播赛是他们这个抖音官方 跟我们一起来塞的队伍 你肚子好饿 是吗 因为他们打的不够下饭 好 这里再给大家注重介绍一下 来自这个 呃 意气风发 的少年 VS 天才冠军队 他们的口号是 须知少年 林云志 承许人间第一流 我们是 意气风发 少年队 队长洗剪吹 拿过50次国服吕布 全球最强吕布 那个男人的官门大弟子 不用说你们也知道是谁了吧 吕布空中脱鞋 创始人 吕德华 这一次 大千杯 要开始给师父争面子了 18岁 就拿下 很多人一辈子上不去的巅峰第二 成了你们口中的通天带和天才少年 这个月更是五国服打野棒身 国服公本 国服大致命 国服老虎 国服飞 还有老朋友 司空正 以雷霆 击碎黑暗 洗刷过去的慈儒 这次大千杯 我 势在必得 这是应该是 有 以席简吹这个口吻写的 他这个自我介绍 然后中路主播水水 很多人可能没听过他的名字 但是名副其实国服最强中路 一百二十九段分路国服啊 巅峰最高两千七 嫦娥战役最高两万四千九百二十三 定榜三次 苹果QQ巅峰全国前十 参加过陆佐杯和金木征战主播联赛 职业履历也通过南京Hero俱乐部的审核 不过没去 经常打高分巅峰赛 长期撞职业主播 这次我是来告诉他们巅峰赛 长期 我乱杀你们大千杯也可以一样 我的手法无可挑剔 射手辅助来自同一个俱乐部 春季赛参加过甲鸡联赛 射手更是选秀MVP第一射手 巅峰第一的国服分路 只要想就是他们手中的网物 多说无用 我们将用实力征服你们 好吧 这是那个 义气风发少年队 那确实啊 确实义气风发 好 再次是天才冠军队 抖音ID 范特希 王者荣耀 大家好 我们是天才冠军队 一听名字就知道 我们是一支年轻且游戏天赋的队伍 我们队员是抖音最强 干江 渣渣派 创始人 小油条 18岁 天才中担 恶流 烫嘴歌牙 煎花板 百叶 四一吕布 求求 国服打野 久久 峡谷万花筒 范特希 只为拿下大鲜杯 可以 两边写的这个简介都非常有实力 好吧 这个呃 按理说这个对抗路啊 说这是这个呂布 呂布的绝活的弟子 那这里又催自己是四一呂布求求 啊 都 基本上全部都描述自己是天才少年 让我们看看十个天才少年在一起 会有怎样的精彩对局 拭目以待 家人们 开启敬拆 好不好 开启敬拆 让我们猜猜 到底是天才冠军队的天才含金量多一点 还是意气风发的天才含金量多一点 都吹自己是守法怪物 我也不知道你们谁是真的谁是假的呀 好不好 受不了了 我上个厕所啊 我上个厕所 目前是我的单口解说且不出镜 大家也可以期待后面更精彩赛赛神应该也会有搭档 莱西奥克制守约 我看单目说的哈 莱西奥打守约 前期是有优势的 后期我觉得他的克制在于 他大招如果能锁到守约的前提下 但是我觉得锁到守约也有一定的难度 关羽 关羽找守约的位置相对于其他对抗路来讲会更容易一些 刘邦 其实刚才这局刘邦是放出来 而且当时左边阿狗好像一楼是亮了一下刘邦想抢 但最后没有选择 刘邦 刘邦这个点在这个赛季 在这个新赛季S36的版本真的是太过完美 多位英雄高爆发英雄长手英雄 对这是几个打守约的思路 来来来来 这两个队伍啊 我称之为此局为十天之战 十天之战 都说自己是天才少年 让我看看啊 到底谁是真正的天才少年 你卡了 没有没有没有我刚才上厕所了 放了一张图片啊 放了一张图片 是我卡了吗 为什么没有画面呢 导播 又干嘛呢 但我觉得他们刚才这个决策 是我们这两篇比赛看到最好的一波 哎 怎么怎么回事啊 为什么没有没有画面呢 这应该是 就是按简介来说啊 这一波应该是两个两个最有含金量的队伍啊 他们基本上都吹自己 特别特别厉害 我们看是真厉害 还是给我们来了一波精彩范燕啊 左边赢是吧 天才冠军队赢 我觉得意气风发 他那个描述 他们的中路好像特别厉害啊 还有那个洗剪吹也特别厉害好吧 毕竟是某人大弟子啊 德华的大弟子 在后场啊 他们在后场在后场 右边更狠是吧 右边可能那个中路确实 应该是很有实力的啊 主播水水 左边的话 左边的话他们也是刚好到18岁的天才 天才中单 好吗 有个选手设备有点问题啊 选手设备出了点问题 选手设备出了点问题 所以大家耐心等待一点 也刚好 我们再细评一下 然后让你这个竞猜啊 稍微更加具有悬念一点 好吧 不知道怎么竞猜的 在右下角 右下角有个竞猜 你点那个竞猜 就猜哪哪个队会赢 好吧 现在我们总体来看 大家还是觉得意气风发队 可能他们这个写大的这个简介 让你这个更加震撼一点 好吧 天才冠军队还是比较腼腆一点点 腼腆一点点 看哪边能赢 云影已经打完了 云影是 我知道 因为刚才云影你就是问了云影是吧 云影他是 说自己是最高战力的老夫子 最高战力的老夫子 看了一下24520的战力 老夫子他们那把赢了 你后面可以继续关注一下云影他们队的比赛 那这一波是 整体读下来给我印象比较深的是 这个意气风发的中单 中单 还有他们的洗剪吹 那天才冠军队给我印象比较深的是 嗯 因为他们都写的比较简单 好吧 他们抖音最强干僵 但他们也没有写战力 所以你也不知道是真吹还是假吹 好吧 小油条 小油条 我看看小油条 对对对对对 嗯 让你印象比较深的是抖音最强干僵扎扎派创始人 小油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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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油条是天才冠军队这边的主力中单 右边是一个这个在巅峰前十有129段的中单 啊 你就要看看这两个人 啊 他们在中路 可以给同为天才少年能对撞出怎样的火花 然后给 没画面 是的 因为选手设备有问题 选手设备有问题 他们在调试 好吧 别急别急 选手设备有问题 所以画面还在调试 是开始BP了都 对我不知道啊 等一下 网络不佳 建议切换 嗯 不对啊 那为什么 我看到了一个小伙伴说我之前的比赛是的 小油条实践脚空他在吹真的假的呀 我刚才看到好像在后面一位一的赛场是有他的 真的假的 没画面 啊 因为每天大家太过热情 所以可能会 不对啊那那个声音是正常的呀 为什么我没画面 嗯 小油条1-15干江你是他的黑子吧 应该是溯源战队出了 他们最后一步确实没有打过 怎么说 因为我念大家弹幕应该是有三到四分钟的 哎我这吹了这么半天 又有问题啊 他真的1-15啊 真的假多 他不是渣渣流创是人猫 嗯 我是没有问题 等一下 我我我退出直播间再再进来看看 别急 好了好了 无论是班还是P 好了好了 好了啊 退出再进就好了 搬了进 好 进搬了一手 那我们给我们就再回到认真严肃的这个 哇 好我们把这个全屏打开啊 全屏打开 你就可以看到更多的画面了 看到更多的画面 别急 蓝色方 先选 手约刘邦要不要 嗯 就吃一下版本的红利 嗯 割亚 一抢割亚 嗯 一抢割亚 工本 工本应该是鞋鞋推他们玩吧 好吧 好 天才小油条拿出了自己绝活中的绝活 干将 自称渣渣流创始人天才小油条 看是不是真的天才 抖音王者水水 一个129段国服 好不好 水水看看他的不知火舞厉不厉害 目前来说 我觉得好像右边的阵容都是目前的T1阵容 没毛病吧 好吧 肉工本 强度在线 刘邦不说了 不知火舞强度在线 这三手应该是BP上面是占优的 左边的话 割亚 干将 蓝 蓝如果前面没有出节奏的话 基本上就很难了 蓝在下个版本会增强 好吧 下个版本是增强的 下个版本是怎么样 就回到了最初的蓝 懂吗 蓝你只要有两个目标 二技能一按 普通攻击随便按 二技能一按 普通攻击随便按 他就无限刮 但现在这个版本不行 他差0.5秒CD 就算你把CD怼到40% 你也需要很机缘巧合 你才能无限赚 所以说蓝在这个版本的强度 并不是特别特别高 好吧 然后他去打工本 按照现在的强度 如果他不比工本高一到两千经济 他应该正面对抗工本是打不了 而且他容易转着转着 刘邦传下来打不了 右边又选出了现在比较T1的射手 熬影 好吧 整体来看一期风发的阵容 会更加强度再现一点 左边 自称四一吕布 四一吕布 高手求求 好吧 那我们这一波也要知道 对面有 有这个空中拖鞋流 德华弟子 洗剪锥 在他的面前 在他的面前玩吕布 会被些许年轻了一点点 好吧 但他还有一首比较细节 他选择的是一首这个 原流之坦达辅助 原流之坦达辅助 原流之坦辅辅助 四一吕布 不是空木吗 那那那那没办法 就是 曾经是一 也是是一 对不对 对吧 善过就代表是了 谁能一直在是一吗 对吧 没问题啊 你的画面有延迟 是吗 我再拉一下 拉一下 没画面了 他不是要进去了吗 吕布应该是辅助 怎么可能呢 辅助吕布吗 而 刘邦这个点 刘邦配工本 哦 这局啊 一起风发的少年 他们就是让 呃 偶尔在团队中 自求多福自己 吓我一跳 好吧 我们作为这个 这个 就必须有个转场 对吧 要炸开有个转场 虽然比较花里胡哨 但也是一种展现形式 这样看起来 比较官方 比较正经一点嘛 对吧 嗯 辅助吕布厉害 真的是辅助吕布 打野看着 选择从蓝区开 而游走是选择开去跟发育 好 那这样 两边对线 那这样的话 应该是不知火虎 有线权了 给了一手啊 技能 干将没有抢过火虎的剑吗 啊 这国其实我觉得 像 刚开始他的技能 命中率可能有点低了 因为干将 清线速度是很快很快的 小鱼条到底是 行还是不行啊 教育们 谁说辅助吕布 这不是对抗吕布吗 嗯 对抗 刘邦在前期打吕布 打说 你的PPG也是这样转场的 是吧 这个转场不太行 是吧 那下次搞一点 花里胡哨不太行 声音有点大 我开小一点 这目前感觉已经开始陷入逆风了呀 就对线的话 明显都是右边占优 好不好 没有线权就比较难打了 嗯 中路这波线 强不强 中路这波线已经快速的被 嗯 被红方已经开始过了 那等一下去打对抗路的空间之灵的时候 明显就是 就是这个意气风发少年队 有这个有这个先手优势 然后墨子还很细节 卡在河道 这基本啊 我的天 那这一波蓝已经已经嘎了 好吧 那这一波就打的比较有心机啊 让你们觉得我是去 空间之灵那边占视野了 实则我利用英雄的激动性啊 在蓝区 是吧 集了一个蓝 这个蓝就彻底被截下来了 然后空间之灵一拿 转头看要不要入侵野区 好吧 左边是来搞笑的 真的假的 我还是挺相信这个小油 我还是很相信他的 好吧 毕竟他是渣渣流创始人嘛 那可能前面发挥的 发挥的不好是受于节制的困扰 是吧 等下节奏回来了后 他不就对着对面一顿乱渣吗 嗯 真的左边是娱乐 真的假的呀 这小油条都选出了国 这个绝活干将 你真的不能支援两手吗 嗯 我太天真了 啊 这个简介写来就是骗主播的 一个红五对线干将能拿到线权 这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 啊 这里啊 要强行上去 但是被呃 被四 四月二十二一手三技能弹开了 啊 能明显感觉到红色方已经优势巨大 好吧 三一技能 直接一炮 大招 拆分一下 不止火舞 好像 还要下刘邦来 因为要护这一波线 强行要点塔了嘛 直接二散 接一三 踹了一脚 原流之坦的肉度还是特别高 吹完后直接嘎了 干将 小油条 小油条啊 证明自己不是搞笑娱乐主播的时候到了 好不好 已经藏了这么久了 别藏了 老弟 结结束了 我刚看了 大哥 我吹了个半天 居然是这种结局 五分钟平推 呃 没了 百亿也没了 小油条还在吗 小油条 好 直接 咱咱咱咱它 咱咱咱 咱咱咱咱标 governor úsica 已经开始发威了 你看到了吧 这一波啊 几件下来 对面掉的雪 嗯 蓝 没事 没事 我们这些去看一下他们后面的发挥 主要是对面那个站位不够有缘 必须有缘人才能接到小油条的几件 好吗 四分半拉开了5000的经济差 是吗 5000而已 问题不大 都倒 无所谓 那个队长小油条会站出来的 小油条这边 吕布跳个大招 落地后直接闪现 给他展现了一手大闪 这样的话干将 直接贴点 没事 是不是 高地还在 干将有翻盘的希望 教你们 天才小油条 小天才油条 油条小天才 好 好 高地 高地进来了 一手墨子大招封印四个 然后接这个 接 好 接基地爆炸 好 现在有一条 这一波闪现 只要给他在0.5秒的时间 他就应该是能发挥出他扎扎流派的 风采的 可惜了 只怪这时间不够 这一波基地背锅 血量少了一点 好吧 好 结束了 是有点快 三分半拉开5000 不到六分钟 终结比赛 一起风发少年队 含金量还是在的 好吧 确实有含金量 确实有含金量 好吧 挺快 确实创下了我们这个海选赛最快纪录 好吧 天哪 今天连续两次刷新了本次比赛的最后 应该问题也不大 我只能说油条小天才还是天才小的条 没有发挥出来 好吧 只怪缘分不够 这一把他被克制了 好吧 这一把被克制了 是吗 戈亚拿到一个人头 百叶 好吧 百叶 西白 西白 无所谓嘛 来参加比赛就图一个乐呵吧 即使在输掉 在爆炸的那一刹那 也要勇敢的喊出一句 我们是冠军 对 好吧 天才 不会就止于 就自 就在这里倒下 问题吧 只是激励爆炸 嗯 嗯 啊 打哭了 是吗 还好 还好 最后是五分钟 零二 确实在四分钟的节点 已经开始看到这个经济 一开始碾压 最终定格的是 五 二 四 好吧 五二四 可以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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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这句我觉得不知红武 还有 什么 小油条被打出了 真的假的 我看看 没哭啊 他没露脸 只是稍微自闭了一下 娱乐 娱乐啊 娱乐 娱乐 他怎么不说话了 没事没事 比赛就是来玩的 那么在乎输赢 没必要 好吧 我说了 他只是 就是没发挥出来嘛 你再多给他一点点时间 那几件就能扎出来了 是吧 主要是那个圣杯啊 跟那个CD鞋还没做出来 那个 那个剑法不够快 缘分不到位 没办法嘛 对吧 真的 真的哭了 刚才有哭声 是吗 别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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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也是的 那个意气风发少年队 确实有点强度 好吧 这也不赖他 这也不赖他 没事 好吧 比赛就除了乐呵 就是被干沉默了 很正常 我经常打着打着也沉默 这很正常的事情 刚刚说对不起 我觉得你们大家娱乐 娱乐 娱乐就不要不要那么叫声 好吧 他也不要因为这个弹幕 过去就是有些 有些兄弟 他就比较喜欢搞 他就喜欢刷菜 我 这个正常 这个正常 就没什么 没什么问题 好吧 赛道 真的哭了 哎 就体验体验 你们也不要去压力人家了 好吧 他面对的那个水水主播 确实有实力 好吧 看着不知火舞起节奏 起得很快 而且他这一把 主要是被克制了 你知道吧 工本 那个一技能 能把他那个剑给挡 他这个扎扎流 他发挥不出来 很正常的 真的不赖他 好吧 不赖他 我笑什么 我笑你们这太坏了 对吧 还打不打515 还有啊 还有一场 还有一场比515吗 我看看 好吧 还有一场 是这个坚定队 VS 先吃饭吧 他在直播间里面一起道歉 你没事 没事 安慰 安慰 好吧 这个比赛就 推乐 推乐 好吧 那我们就来到下一场比赛 来到的下一场比赛 先吃饭吧 VS 坚定队 红色方 红色方 抖音主播ID 词画 国服 大师命 赖皮刘创始人 又是一个创始人 进不完 根本进不完 最强阵容打法 主播词画 打野国服 第一大师命 历史1.7万战力 八国服 巅峰百强 主播 子怀 摆断国服 最强游走 二十国标持有者 巅峰十强 好吧 主播 西梦 摆断对抗路 两万一下路特 巅峰十强 主播 折 折 折 中路 导师 1.8万米 1.9万张 巅峰百强 射手 不愿意 透露姓名的 某巅峰 前三 这是我们这个 这个 这个红色方队伍 也就是坚定队 那下面是 蓝色方队伍 队长 抖音ID 和载意 整体介绍 和载意带领的 吃饭战队 每名选手 都缺乏 都不缺乏 抱歉 认错了 每名选手都不缺乏 大胆经验的操作 既能灵动飘逸 也能精准出击 队长 何载意 广州网吧联赛 亚军 不论是节奏性英雄 还是单代英雄 都玩得得心应手 打法凶悍 但又非常稳健 小懒 暴躁小懒 女子职业 选手中单 旺花童 转上单后 曾帮助队伍 夺得亚军 中 乖乖 爱玲天花板 爱玲打野 创始人 巅峰前摆 常驻选手 好吧 这是蓝方队伍的简介 先吃饭吧 以及红色方队伍的简介 坚定的队伍 这个听完简介后 你觉得哪一方会获得胜利呢 在右下角 右下角 有这个积分玩法 大家可以去猜一猜 好吧 大家可以猜一猜 红方 红方会赢是吗 红色方确实 他们这写的这个战力 都比较强一点 好吧 战力都比较强一点 一个是先吃饭板 一个是这个 坚定队 你们自己看看 哪边会赢 刚刚哪队赢了 刚刚是少年 一期风发的少年队伍 赢得了天才冠军队 赢得了天才冠军队 你可以把简历放给你看看 是吗 我是怕切来切去 你看的比较麻烦 我直接给你念出来了 好吧 词画是可以的 是吗 词画 看看 词画是 打野国服第一大使命 大使命打野 射手是故事吗 不知道 他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某巅峰前三 射手是不愿意透露姓名的 我们看看 大使命是哪个队 大使命是坚定队 坚定队 他是第一大使命 你是谁 反正他简介是这么写的 他写的自己是国服第一大使命 但是抖音上面确实有挺多国一大使命的 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国一 好吧 我们就反正这个大千杯里面 说自己国一的选手比较多 至于真正的含金量是如何 大家就拭目以待 你也不知道这个简介是真的是假的 好吧 你赌这一局七分钟结束 应该是不至于的 应该不至于好吧 主要看阵容 看阵容 如果集体被压制了就不好说 他是第一 他真第一吗 都是国一 简历投屏出来 简历在我的手机上面 吃饭队是职业 真的假多 有些他可能写的比较花里胡哨 就像韩业那个队伍 是吧 写的比较低调 也比较搞的 但是人家是真的有实力的 好吧 你就不能全信 因为他们自己写的 自己写 有的时候就看个乐呵 那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个积分玩法里面 大家觉得怎么样 积分玩法里面都普遍认为 坚定对迎面会大一点 先吃饭 这个迎面比较小一点 好吧 我堵你的枪里没有子弹 是吧 每个人都说自己是国服 那我也说我自己是国服啊 我国服四七小网儿啊 那肯定是你上过国服 你当然要说自己是国服啊 你上过国服不说自己是国服 那太假了吧 现在都已经感觉一股趋势 说是无脑 无脑加右边 右边的胜率高一点 是真的假多 多久开 差不多要快开了 好吧 快开了 我们就自己去看 左边直接拉满 真的假的 你该不会再骗吧 好吧 谢谢雪叶物语啊 感谢凹黄 谢谢Alanda 感谢感谢 红色方确实胜率高 确实 也不知道为什么 一般来说 两边对波应该是左边赢啊 以我看到 看动漫的这种感觉 对波应该是左边赢吧 但是我们这个大仙卑 对波起来好像都是右边在赢 对波右边赢是吧 对波右边赢 弹幕说 抖音 波王者的都说自己是国服 左边有个好强的是吗 你是认识吗 你可以多在弹幕里面透露一些你认为的这个小报消息啊 也是助力大家这个近猜稍微准一点 好吧 因为有些有些主播我没看过是吧 你们有也许会看过的认识的就可以多说一些情报 我看到了也会在直播间分享出来 左边遇到过很厉害的是吗 但是真的假的 但是我们的直播和弹幕和直播间的情况是有延迟的 所以没有办法实时给大家去念弹幕 左边有个很厉害的国服打野 他们配合很好 是吧 可以 那现在还是左边还是有希望的 这个坚定队伍 他们的简介会比较充实一点嘛 左边的战队 他基本上就是写的比较 就是相当于过去获得的荣誉 是吧 就比如说什么联赛亚军呢 或者是职业选手转幕后啊 或者是什么流派的创始人呢 他就没有写他自己具体的战力是多少 左边是轻训队 是吗 那你自己要看了啊 自己要看 你自己感觉啊 好吧 我反正把这个已有的情报告诉你了 现在大面上人觉得坚定队会赢 但左边已经有弹幕陆陆续续的告诉我们 这里面有隐藏高手 那现在还是选手设备有点问题啊 所以我们还是需要等待 比较慢啊 选手设备经常会在比赛的时候会出现问题 这个很正常的 有问题的时候一定是在比赛 平常玩的时候都没问题 一到比赛就有问题 你压右边100分 左边看谁 左边按你们弹幕提供的故事来说的话 应该是打野会比较猛一点 好吧 左边打野会比较猛一点 你还是比较喜欢投冷门是吧 那你应该是要支持先吃饭吧 有没有回放啊 有没有回放你可以去搜一下啊 回放有 在哪里看 先哥邀请了 但没有报名 你是不是说现在才知道我们举办了这个大仙杯的比赛 现在好多人还在打呢 因为所有的所有的比赛都被安排在晚上了 那很多人在大众 因为我们看到是主播赛道 是吧 主播赛道 因为抖音大仙杯吧 我们尽量都展示一下这种抖音平台上面各种主播的风采 所以说我们先看一下这个主播的风采 到后面我们会陆续安排OB一下大众赛道 现在大部分兄弟都在自己在比赛啊 自己在比赛 他们在软件上面赛宝的 由王努耀推出的这个官方办赛工具赛宝上面在打自己的大众赛 好吧 你自己是不是没有报上名啊 还没有报上名吗 左边有国服员歌 可以 你都找不到队友 那你自己要去各个群里面聊啊 是吧 群里面聊 左边是两职业两清训 OK OK 我看你说完这段话后 那个积分玩法 那个支持率有没有变化 支持率 支持率一下有变化了 好吧 有有兄弟开始可能被弹幕忽悠了 也不知道真小道消息 还是假真真消息还是假消息 反正我看现在先吃饭吧 支持率已经开始上来了啊 两边要打平了 果然带节奏还是需要你们这样的带节奏的啊 已经变成平分秋色了 我们现在福袋发了一个 左上角那个绿色福袋啊 九分多钟的 大家一起可以参与一下 兄弟们双击点点赞啊 双击点点赞 怎么参怎么参与 我之前有在直播间说这个大千杯的事情 你那个时候就应该报名了 现在有特别多的队伍 全部在在比赛 好吧 我们现在是抽的是抖音的主播队伍 给大家展现一下他们的风采 那大部分兄弟都在都在自己比赛呢 心仰可以参加吗 你开心就参加 你自己感受一下赛事氛围 是吧 毕竟这个比赛最后还有奖金呢 总奖金一百万 你们觉得搞得好的话 我们下一届开展的快一点 你觉得有趣就早点来 你不要包袱太重了 你输了就输了 是不是 你没看我这个在解说的时候 这个强的队 我们后面就你肯定到四进二 是吧 要打冠亚军的时候 就多来点专业的这种解说 是吧 多多吹吹那些比较厉害的选手 你看我这个 我解说的时候 我基本上都是围着 围着这个 比较就是逆风的兄弟闹 是吧 你自己参与一下 给大家图个乐 不挺好的吗 你们觉得好玩 我们下 你们觉得好玩 我们就下一次提早再弄 多宣传 那你们都能参与 然后把这个奖金 看你们提上去一点 好吧 比赛可以用养猪瘤吗 你只要搬 搬屁壳能设计好 你可以用养猪瘤 你什么都可以用 没有限制点 比赛开始了吗 还没开 看看双方战队对 你不要被唬住了呀 人家一天到晚吹自己 什么巅峰带 2500分 2700分 那说不定都是吹的呢 就靠简介把你吓死了 你自己就绝活 绝活你就上就完了 还没咋还没开始 设备有点问题吧 好像设备有点问题 他们还在调试中 还在调试中 怎么报名 报名已经截止了呀 你下次要弄的话 下次要弄早的话 可能90月份 可能再弄一次 你觉得好玩吗 你觉得好玩 你多宣传 多支持 我们就下一次早点弄 你也下一次早点 早点参加进来吧 你可能当时觉得 这个参加比赛可能有点耗神 但你后来发现 能进来玩 还是比较有意思的嘛 好吧 来吧 是历史 系统干故障了 是吗 他主要是第一天很麻烦 太多兄弟一起 一起一起开 开始比赛了 把那个办赛工具给冲崩了 那现在选手的手机崩坏了 他要 他要找个手机 选手手机怎么在 今天就崩了呢 参赛条件是什么 你只要能找到人 你可以参加来 好吧 拿第一你颁奖吗 拿第一我肯定跟你颁奖 好吧 我还把奖金颁给你的 好吧 解说也是开始说了 高端的实在需要一定的烹饪 一定的时间去烹饪 奖金多少 总奖金100万 我们这次办得好的话 下次奖金 看能不能再拉高一点 如果你们对奖金有兴趣的话 别的平台有主播来参与吗 这一次我们第一次办 就围绕着抖音的主播参赛 可能多一点 你下次觉得比较热热闹的话 跟抖音的半赛方 看能不能商量一下 让别的平台的主播也参与一下 这样会看起来更加有意思一点 第一次弄就围绕平台来弄 好吧 巅峰5000分 能不能参与一下 可以 100万怎么分 那肯定冠军他们分 赛事奖金或怎么样 你自己去看赛程 应该是有的 或者比赛介绍 在上面有 好吧 这边还没有 比赛阶段都在安排 你自己细看 坚定的队的队长很强 可以 你在左右在弹幕疯狂带节奏 也不知道到底哪边真强假仓 让我看看 现在大面上的人还是觉得 已经持平了 有些人觉得先吃饭 厉害一点 有些人觉得坚定队伍厉害一点 两边是支持都是一样的了 好吧 绿色伏带在哪 在左上角 左上角有个五分钟倒计时的 好吧 倒计时五分钟的伏带 大家可以参与一下 好慢 那个选手设备有点出故障了 没办法 关键时候 他总是会有一点点 有一点点小事故 好吧 还没开始 对 快十分钟了 怎么回事 我也不知道啊 这个有时候 想解说 有时候就是这样的 好吧 耐不住 我去打比赛的时候也这样 我自己参加 参加节目 录制的时候 也会出现各种情况 你说平常 基本上不会出现问题 一到 这种关键时候 他就一定有问题 中鞋了 红色伏带 红色伏带 说错了 是红色伏带 他手机没内存 现场删除APP在 OK 手机没内存 然后应该是游戏更新不动了 好 希望他能夺得本次比赛的冠军 然后去买一个 这个一击内存的手机 所以说我经常在直播间 这就不得不提到 我在直播间抽手机 都是抽的512G 是吧 因为我觉得内存大一点 才方便大家玩游戏 256G确实不够 一击是吧 说错了 一梯说错了 一梯应该是没有那么多 一梯就感觉 我的我的我的 说错了 512应该就够用了 256基本上是不太够用的 下两个游戏可能就要差不多要满了 然后在微信聊天记录一多 然后传的文件一多 基本上就顶不住了 好吧 你啥时候跟别人一v我不下场啊 我们在嘉宾表演赛的时候会下场打一打 有多少支队伍打5v5啊 现在大众赛道那边兄弟都在打 好吧 大众赛道那边兄弟都在打 应该几万支队伍肯定是有的吧 他们在打那个打那个大众赛道 然后这边是主播赛道 主播赛道跟大众赛道是区分开来的 好吗 他们用的外设是什么 我也不知道 这都在家里打的 你们下次搞得好一点的话 就直接拉线下 也挺热闹的 如果线下的话还可以发发票 让你们到线下来看看自己 自己的主播 打比赛是怎么样的 是吧 我们就解说一下 大众赛道能参加主播赛道吗 他最后是这样的 就主播赛道会决出一个这个八强 然后大众赛道会有两支队伍上来 然后大众赛道 大众赛道他可以点名 觉得这个八支队伍哪一支比较菜 然后他就跟那个那个队伍打 哎呀 不要 哎呀 别 可以 老伯一手切屏 我的妈呀 哎呀 别 哎呀 那个选手 我真的受不了了 哎呀 你真的是那个手机 怎么能现在坏了 你给我赶紧装好 我真是 哎呀 哎呦 哎呦 那个选手怎么回事 赶紧把手机给修好 赶紧来打比赛 还要两分钟折磨 7月17日 1月8月10日 来抖音电竞直播间 就可以全程观看大前辈的比赛 快来一起跟我学技术 看比赛吧 嗯 嗯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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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认识他吗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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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不行 你知道就是这种自己看自己的短视频就是 哎呀 哎呀 好了没有 等着我真的是难受 老弟 哎呀 我知道你打过比赛 不要再说了 哎呀 哈哈 是这个感觉吧 哎呀 哎呀 ấp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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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到 我这个一伞 接着退屎 稍微 LAURA 点三下电源键 按三下锁键 哎呀导播 开始没 开始了开始了开始了哎呀我的 不要随便使用我的照片 可恶 起来起来赶紧开赶紧开 开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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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 okay 好好好已经单掉两个人啊让我们看这个先吃饭吧 EVS坚定队啊先吃饭 VS坚定队还是选出了大前辈编路热门 机小马 好 我们红色复带已经发送了 在左上角 兄弟们一起可以点点赞 参与一下 中奖概率更大哦 关注抖音大前辈 如果没有再转播大前辈的话 大家可以参与这个抖音电竞 那里面有这个赛程饭票 可以抽取王主要手办 以及我的周边啊 都在这个抖音电竞 下面那个那个活动页面 可以抽抽这些周边啊 我没有直播的赛事 也可以在里面观看啊 好大师尼 我们刚才看到那个 我们刚才看到的是有观众说啊 在先吃饭队伍 一开始大家都不是很看好 后来陆陆续续透露出了一些小道消息 就是说左边战队的队长 左边战队的队长非常有实力 并且他们有一个手绝活的原歌 那看来弹幕的不是小道消息 是确实应该这个原歌是绝活 能在这个版本逆版本拿原歌的 还是非常有看点的 等一下我们看看他的原歌发挥怎么样 然后右边是一个比较常规的阵容啊 现在比赛大热门大师命跟肉工本出场率都非常高 按理说如果要按英雄强度来讲的话 右边的这三手强度都非常在线啊 太乙啊 或者是一心啊 有原歌右边拉满 真的假的 原歌也玩得好 这个赛季应该也能玩 只是我觉得他楼层会选得太早了一点 你们觉得呢 这是何等的自信才能一楼选原歌啊 就稍微拿个counter他的英雄就不好打 我记得好像如果玩夏侯的话 出布甲鞋以及搞一个这个背带裤 也就是守护者开下 那个原歌的一套打上去好像是没有感觉的 就硬吃一套 这点很强的手法 在两三级就能开出优势 原歌才能继续下去 好吗 但凡是个肉都好打 是的 你自己玩过肉去打原歌就知道了 你只要能老老实实出布甲鞋 你不要害怕他控你 你控了就让控 你不用去出那个抵抗鞋 你后面再换 你出一手这个 布甲鞋加守护者铠甲 那个原歌在前期打你一套是不痛的 好吧 然后夏洛特也是一个绝活 我们看到他那个战队描述里面 他说他自己是百断对抗路 两万一的夏洛特 巅峰巅峰十强 好吧 这是一个主播叫西梦 西梦抖音主播西梦 他是两万一的夏洛特 那这样的话 他是也不会按照这个 大家这种弹幕的描述来说 我碰到原歌 我就一定要选个肉 出个布甲鞋 搞个什么布甲鞋 加一个那个守护者开甲 就硬吃一套 耗着他就可以了 没有他直接选出了自己自信绝活 两万一夏洛特 来对阵这个原歌 这首猴子选出来 就 怎么说呢 就是猴子在这个版本 其实我觉得还是比较好用的 因为猴子现在的胜率 他是高于50%的 说明他是强度在线 我不知道就是 大家原来玩猴子的时候 你觉得猴子刷也特别慢 但现在这个版本 我跟你讲猴子刷也是特别快的 而且他节奏也会特别好 但是前提是你的跳棍一定要玩得6 那我们现在就看看这个猴 目前来说是一个T2的英雄 对阵T1的大使命 他能不能打出自己该有的节奏 猴子前面基本上你喜欢玩猴 不要出任何节奏 你一定要等到自己有无尽 引刃 在强带节奏 否则的话 你前期基本上是泡在眼 去刷自己的经济的 好吧 你一定是这种玩法 那看他能不能稳住 稳住前期的节奏了 但反正他有一点想打架 没有打出效果 他就容易炸 好吧 猴子这个版本是可以玩的 猴子可以玩 好 比赛也是开始了 由先吃饭吧 VS坚定的队 现在直播间的 所有观众参与了竞猜的 都觉得这两个队伍是平分求是 我们因为看知识密码 好 两边是直接选择先帮 中路先过波线 让体验节下路单独抗压 那这样的话 红损应该是让出去吧 猴子一般都是难开 猴子应该是稳稳的难开 现在导播可以多给一点镜头 到上路 因为上路应该是对线 会打出很精彩的对抗 两边都应该是不怂的 一个是摆断 一个是绝活 啥都看不到 你把右下角有个全屏 你点一下全屏 那个画面就很大了 假如说你不想看我这样胖脸的话 好 现在是两边对线的话 敌人杰应该是能拿到小优的 想舔一口 开一锅 没有打到 我们看到下路的猴子已经过来了 然后发现是没有太多机会的 环绕了一下 觉得这个野怪是能抢的 一手二技能加斩杀 惩戒好像是暗了吧 没有暗惩戒 抖音词画是一个大使命的绝活 好吧 张肥好像这一波是闪现 跟了一手 直接把张肥给打掉了 那这样的话 发一路 发一路坚定队伍已经开出了节奏 猴子还是在稳稳发育 我们看一下 袁哥这一波有没有想法 目前来说 兵线是被压制的 要强起这波节奏 这一波节奏很关键 打赢了就有 打输了就万劫不复了 猴子前面是经不起折腾的 如果你去看过国服猴玩 玩这个英雄 你就让你明显感觉到 猴子前面是 真的一点失误都不要有啊 那是稳稳的把自己 一把无尽战刃掏出来 你才才有战斗力的 否则你前面出节奏 都是看脸看暴击 你有的时候出暴击 三棍子暴击 能前面开一波节奏 三棍全黑 没出暴击 那真是贴脸在送啊 好吗 好 现在是 坚定战队 应该是拿到了优势 他们已经领先一千经济了 还有太乙给阿黎加钱 这一波 放中路下来 学泽 准备强压一波防御塔 猴子还要处理自己的红buff 好了大招 拆了一手 第二道 那我感觉公孙黎 这一波猴子赢到了 一关 我的天 这手钻钻钻钻钻得也太远了吧 这还好是手快呀 我都感觉这个公孙黎三三技能都已经拉开身位了 结果猴子跟踪的那一棍判定判到了 很离谱啊 这个时间差只能说是零点零点几秒 那中路又开了一波节奏 这猴子顺起来了 好吧 我只能说这个脸 脸特别好啊 应该是暴击 才能几下把这个 把这个夏鲁特给灌死 夏鲁特一看就是不会去出抵抗鞋的 前面他应该是以CD鞋为主 好吧 那这样的话 猴子是带了一波节奏 带了一波节奏 把这个局面给打回来了 不然的话 按照这个局面发展下去 蓝色方感觉要猴子能顺起来 他后面刷也就越来越快 看看面板 我不是导播啊 导播他一般 这导播他没有缺经济面板的习惯 直接灌死了 那这样的话 我感觉好像对线强度上来说 迪安杰加上张飞没有打过 阿里跟太乙 好吧 暴君应该是让出来了 因为他们少一个射手 并且兵线营压的塔下了 这一波猴子只需要稳稳的去保自己的 我的妈呀 这个导播你在干嘛呢 难得的一波精神奇杀呀 他应该是扛着这个夏鲁特 硬是要进攻 硬是进攻一个有闪的 这张飞怎么又没了 猴子猴子这一波一敲 打出被动 大招再一枪 跟踪棍 好吧 跟踪棍 很稳 猴子又开了一波节奏 猴子现在特别顺满 而且我觉得这把猴子运气特别好 我不知道你们怎么看 一般这种跟踪过去的一棍 只能看缘分 他有的时候猴子难受的点就在于一棍 他有的时候就是比较容易空 因为他那个他那个棍子虽然有追踪效果 但也有方向判定 有一棍敲下去 别人刚好一个位移拉开 就直接把那一棍伤害给堵了 所以说运气比较好的时候能跟过去 运气不好的时候全部都是空棍 好吗 袁哥确实有手法的 他能顶着对抗路的 对抗路的夏露特 把这个一星给拿下 这一波还要操作 三一回拉 接二技能直接秒了 确实有手法 但是好像还被刘 走到脸上 三技能想反拉回墙 但是失误了一下 那这样的话是进行了一波一换一 这一波猴子决定看到队友出事了 马上过去拿一条主宰来止损 没有第一时间去打了 下路敌人节 完了敌人节 我感觉好像还是要被大市民给抬走了 两边的经济 已经还是又被红色帆给打回来了 是吧 一千经济差 张飞又死了 我感觉好像在这个先吃饭 他们这个发一路 发一路比较吃力 比较吃力 射手总被抓 因为下路强度还是高了一点点 原哥 注意他的站位 他应该是怼着一心疯狂 疯狂啥 因为一心是他比较好切的 阿迪的话他能有散换来换去 不是那么好打 张飞其实在这个版本 虽然说大招开了后 他有二技能一技能都能把别人击飞 但整体来说他没有就是强度 没有当时可以出专精装的那一套厉害 好吧 那一套是真的有点变态 就专精装一出 二技能往那个C位脸上一踩 那个C位没伤害了 是吧 最好的防守就是进攻 这里掉到了一手一心 一心被两段拉 但张飞又把它喷开了 好吧 猴子 猴子 我觉得这把要看猴子跟袁哥 能不能把整个局面给盘活了 下面 下面的话应该是情深深 加上抖音子怀 打得非常不错 这两个社府配合 优势很大 好 得走了 张飞 张飞感觉要被留了 张飞被留了后好像 我都没看清楚 我都没看清楚 确实画面 画面在这个视角上有点乱 我只能带入一个英雄 带入所有英雄 我就给你看不清了 三技能 接A 这波下路特亚是扛下来了 应该是纯金三重 硬吃了一波伤害 那现在对于袁哥 这种爆发型英雄 就比较吃力了 因为有苍穹的存在 它在爆发比较难惯死别人 好吧 国一元歌 国一元歌吗 你要看了 这个国一元歌 含金量是如何的 他是不愿意透露姓名的 国一元歌吧 先吃饭吧 我看看他国一元歌 有没有着重描述 打赢比赛 就哪怕这个版本 并没有 并没有 龙在战 现在经济差是拉开了两千 太乙给的容错非常高 好吧 防御塔还只差一点血 猴子准备三棍 但是被拦住了 大四命是看到猴子的血量低 就直接触发了斩杀效果 那我感觉 虽然我很想说红色方 胜券在握 但是我总感觉这个元歌 目前的表现非常沉稳 难道真的元歌 能凭借一手手法 把这种局面给拉回来吗 怎么说 元歌 主动注意他的操作了 他现在每一个技能 都要把握好时间跟节奏点 能不能起节奏 就要看他 三一换位 导播 你在干嘛 导播 他的操作 导播 露人头 这边反手一炸 是炸掉了猴哥 猴哥的话 回头一看 这什么鬼 全部都倒完了 团灭 那感觉要一多了 下路只有 一个西施能起来了 自己虽然倒了 但给队友创造了非常好的收割空间 啊 中路的二打 直接扛着拆掉 这波是一个大节奏 飞飞 就当时我们看到 先知办法 还行还行 还能继续再拖一下 经济这一下就拉开了 经济这一下拉开了六千了 好吧 六千的经济 所以按照这种阵容就比较难打了 因为输出已经开始要渐渐的不够了 而且这种爆发英雄是特别怕太乙镇人的 因为你一套爆发打完后 太乙把人拉起来 你没有下一套爆发了 是吧 你可以想象的画面就是 呃 原哥好不容易找了个角度 各种操作 配合猴子 好不容易要把一个人给灌死了 结果太乙镇人一拉 容输率也太高了 张飞现在还没有还没有能量 呃 太乙非常勇敢 直接舔了进来 然后他大招还粘在手上 他根本不怕死 大招已经按出来了 只为球一死 那现在三个人已经倒了 我感觉这一波兵线 仅靠原哥跟迪恩杰有点难守了 看一下 原哥还在用三技能的最远端去消耗兵线 有四只兵进来了 阿里已经把三技能放上去了 点了一手 原哥已经有点残血 主席已经开出来了 还有两个兵 能点击地 原哥直接 直接把兵线全部都吃完了 可以 上楼还有两波兵线 怎么办呢 兵线进来了 直接点击地赢了 那只能恭喜 坚定队 坚定的队 拿到比赛胜地了 好吧 那接下来就是咱们的这个 1v1模式了 1v1模式了 我看了一下 按照我们比赛的这种感觉来讲的话 还是容错率高的阵容会比较好获胜 是吧 容错率高的阵容比较好获胜 辅助太弱了 你也不能这么说吧 他们这个前面打的还行啊 前面 他只是 只是对面的阵容 有点不太好发挥 张飞保不住是吧 张飞换项羽 还有机会 其实我觉得这个版本张飞强度 就还OK 也没有特别特别强 张飞出笨狼文章 真的假的 还是想找机会 张飞不刷顿 张飞好像没有野怪能支持他刷顿 连结也努力了 42.5的输出 一直在贯输出 元哥是谁 元哥还没有透露他自己的真实身份呢 好吧 还不知道他是谁 这BP好像被拿捏了一下 对吧 BP被拿捏了一下 5局3输赢 也不是5局3输赢啊 我们打的BO1 好吧 在海选赛是打的BO1 那我们下一局来到的EVE模式是这个 红色方 主播ID 夜落随风 688 连线过我一次 点了一场让先哥一游为尽的江子牙武杀 重温高光时刻 先哥的十年老粉 从某额开始看了 主要辅助位 有一个小国服鬼谷子 阴差阳错 点中了报名 以老实 球放过 蓝色方式 七彩猫 好吧 七彩猫 经常大绑国服王昭军 把王昭军玩到极致的男人 就算庄周来了 都可以给冻住的男人 天花板预判 好吧 七彩猫 七彩猫的王昭军 应该是还是特别厉害的 好吧 这个主播 我有看过 好吧 等一下就是他们两个的对决了 他们两个的对决了 那我敢 他应该是要拿这个王昭军solo了 王昭军solo比较少见的吧 我们平常看到的solo一般都是 这种对线特别优的 就比如说 有看到这个貂蝉solo啊 或者是上光网儿 昨天我们看到的是 蒙田vs米岳 好吧 蒙田vs米岳 庄周都能冻住 他这个描述是让你感觉到 他动人的实力 他自己能连 就算 就算对面有庄周 他依然能 在这个 没有大招 或者大招的空隙之中 把别人给冻到 应该是这么个说法 好吧 他应该是有点东西的 好 抖音七彩猫 VS 夜落随风 大仙你这个套篇有点假 别了 都自己燃你 你干嘛 二闪真的很强 但是今天我们的solo 应该规则是要求 双方 和对抗度的英雄 所以没有办法用猫章军 而且猫章军的solo的强度 应该没那么高 好吧 我们猜测一下哪边会赢 哪边会赢 一个走音七打猫 一个是夜落随风 我喝的啥 我喝的这个冰咖啡 冰咖啡 我觉得我不是胖了 我是 就是有点 水肿 就晚上吧 我晚上比较喜欢熬夜 然后晚上熬夜口就渴了 我喝水喝的比较多 我觉得容易水肿 胖 肯定还是不是那么胖 水肿 王昭君一进原地退役 应该不会进吧 他们在绝活 绝活单挑一样呗 他们都打完了吗 那为什么我们这边 组织可以这么慢呢 能不能稍微加快一点 节奏跟进度啊 我这身怎么样 我身好的呢 你看我什么时候 你先哥说过腰疼 已经开始了 好 我们看一下 是王昭君 夜落随风 这是一个OB视角 OB视角 真的动到了 好吧 直接利用了三段普攻 接那个被动爆炸 强行减速 接二技能 那直接是把夜落随风的 闪现给打出来了 看这个对线上是 异常自信的 好吧 异常自信 已经开始强两级了 估计还是卡一个兵线 好吧 兵线一卡 一技能强行消耗 那这样的话 夜落随风 已经处于下风了 前面是海选对线嘛 海选对线 大家就看个热闹就行了 好 冰盾爆炸 直接闪现 接二技能 我的妈呀 确实 确实有实力 直接闪现 预判没有了 然后只要减速的那一刹那 在减速的那一刹那 用闪现 这个标确实又大又远的 有实力 这兄弟确实有实力 我预言关了 预言关了 确实太快了 确实太快了 这个 这个 这个对线 对线已经押爆了 下一波 现在 黄昌军已经 基本上都没有出现这种 我们叫什么的 因为我们单挑的时候 喜欢出那种肉装嘛 就把什么模拟斗篷 这个那的全部都安排一下 直接 直接 二技能预判又动了 这个二技能 它是在扭头之中 反手回掏 解这个二技能 好吧 你看到扭啊扭的 二技能随便一甩 在不经意之间 就动到了夜漏随风 然后夜漏随风啊 还是吸取了这种 EV的经验教训 叫什么呢 EV的时候可以出这个辅助装啊 辅助装就能 无限的给你提供五块钱 看得没 我们看到夜漏随风 头上不停的飘 飘着五块钱 就凭着五块钱 能不能 扳回 一程 马上要到四级了 感受一下 怎么说 海悦也到了四级有大招 来了 这波看看七彩猫 想怎么操作 他的出装是直接 奔着辉悦在走的 好吧 看一下他是怎么动人的 利用这个草丛 在做拉扯 然后应该开始斩普攻 直接 你感觉 从从从这个 从这个气势上 你感觉把夜漏随风打得有点 有点小慌了 你怕个死 好吧 人家都没干嘛 完了 拉了进去 拉了这个进去 二技能直接 卡了个位置 一技能 再怎么说 夜漏随风也是不敢走到脸上 大胆输出 闪现 接一闪 闪现一技能 接二技能 大招直接灌死了 可以啊 那确实 一技能 减速到了 就闪现 接二技能 接大招 很果断的 这个王朝军 确实是绝活歌啊 确实绝活歌 反而有实力 好吧 有实力 这个 厉害 但是没有想到 到水域犯 这个以后 也没有 完成一个 优势 好 我们下一场的话 是 孤单编 VS 蓝色方 李明浩 孤单编 科研博主 多个主流 打法的创始人 活甲凯 法球流 敌人节 纯肉 公本 纯肉 亚瑟 电影 刘马可 辅助 旅部 当然 也开发过 争议 很大的 出装 比如说 四邪 刘马可 完了 就扣 信誉 分 我好像知道他 我看过他 就之前 这个兄弟 一天到晚 在这个卡 公诉 誉直的 那一个 是吧 就这小子 之前我们那个 应该是 一两年前 王者 有那个 公诉 誉直 他就 各种卡 各种卡 应该是他 对吧 好吧 然后他确实 也搞了很多 就是 之前王者 是有 公诉 誉直 那一说的 后来策划 把这个东西 给调没了 也不说调没了吧 就没有那么卡了 然后大家的公诉 就没有 没有那么 去纠结 公诉到底要 多少的 多少了 但这个兄弟 像是有偏执一样的 他经常去卡 那个公诉 誉直 我记得这个兄弟 好吧 他确实还搞了一首 什么四邪 刘马可 那我们看一下 这个他今天会带来 怎样的 这种科研内容 好吧 然后蓝色方式 抖音ID 小团子奶爸 平常擅长补胃 打对抗路多一些 保持稳健输出 不浪 绝境 看上单 稳住 还有我在 小团子奶爸 带你们翻盘 感觉他的介绍 也比较 也比较符合 这种奶爸的气息 就是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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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稳健的 这个介绍 对吧 就是 这是科研人 VS奶爸 就几乎是把自己送到了 四个公诉鞋 是的 他们搞过 搞过这个四公诉鞋的 好 我们进猜就要开始了 进猜就要开始了 你们可以 自己去猜一下 猜一下到底哪边会赢 左边是A 李明浩 孤单边 来了 你们觉得哪边会赢 因为你如果按了解的话 我肯定看孤单边 看的东西比较多 他有的东西还是可以的 他有的东西确实是有干户的 在 因为 因为你不管怎么样 他搞科研 他肯定要测试很多东西 他要卡公诉鞋 或者有那种实战检验 你也不能说人家存娱乐 对吧 他有些东西是可以的 但有些东西 有些东西 确实就比较抽象了 好吧 但是 愿意探索肯定是个好事 孤单边 然后李明浩 我这个了解的就比较少了 他的抖音ID是小团子奶爸 两边都可以关注一下 两边都可以关注一下 这是在比赛吗 是的 在比赛 明天我们统一把这个让大家开延迟直播 不然你们这太快了 开一下延迟 不然的话我感觉好像如果比赛的时候看一下不好 你知道亲帝吗 我知道了 我比赛都撞过他 亲帝以后这肯定玩得很厉害 胖子瘦脸拉满好吗 别了 大家都熟悉的人就没必要拉瘦脸了 我说了 最近不是直播的比较少吗 水肿了 晚上睡不着我喝水 等我水肿下去了就行了 老弟 你能撞到心地 我撞到过 我记号的时候撞到过他吗 确定吗 你看是的呀 我确实我最近有点水肿 我还包括我这个直播的时候 我觉得我还带着沾点水蜜呀 我可能就知道 这个阶段就是又水肿又水蜜就这样了 等下个阶段吧 好不好 家人们 你拿了多少钱 我拿了一百个来这个发这个赛事奖金吗 总共一百万吗 所以说大家图图热闹 如果觉得这一届办的好的话 我们下一届再搞好一点吧 这一次有经验了 下一届再好好搞吧 好吧 他们为什么都这么慢 是因为这个主播导播要进OB视角 就得他们先开了 然后OB再进去 所以稍微有点慢 好吧 今晚播到12点 不不不 我这个看完了后 我就直接下了呀 我下了后 我还要去再看看大众赛事那边 有没有兄弟吐槽 我尽量让每个参赛的兄弟 他能感受好一点嘛 好吧 难得 因为我看到超话 很多兄弟都是看到我办了个比赛 然后拉了好久之前 没有就拉了好久之前 没有玩游戏的兄弟 在跟生活对见的兄弟 我们一起参加大仙的那个比赛 一起乐呵乐呵 好久没打了呀 过去玩一玩呗 是吧 有这样的兄弟在的嘛 所以我们尽量我下播了后 去看看这个各个兄弟的反馈 不希望他说来个比赛热闹热闹 可能因为这个比赛时间不太对呀 或者是乱七八糟的事情没有搞好啊 参赛体验不好 好吗 不打了吗 说哈 看哪边能赢 不知道呀 你看嘛 兄弟们说 为什么昨天赛宝都炸了 就是人太多了 对吧 孤单边赢了 到底哪边赢了 在准备 大家也可以稍等一下 不要着急 好 谢谢七彩猫送出的热气球 感谢你 也不知道是不是本人 应该是本人吧 玩的 玩的特别好 现在还有兄弟在参加赛宝的比赛 因为每个人的生活节奏不一样 有可能有些兄弟跟工作兑现要兑现到九十点钟才下班 是吧 下班了 然后才能跟朋友一起去参加比赛 这都很正常的 现在也比较忙 然后整个工作环境也比较卷 我们办个比赛也就是 也就是说图个乐呵 大家能在直播间一起看看比赛 敬猜一下 然后参加一下这个活动 然后跟主播互动互动 发发福利 这个比赛肯定是越到后面越精彩 越到后面 真正的吹自己天才少年 绝活歌的一起碰撞一下 看是不是真的天才少年 真的绝活歌 前面大家娱乐娱乐 对吧 就玩玩玩看 就好了 卡了 别急 这是我卡了 直播间卡了 什么意思 我战志巅峰拍完了吗 还没拍完 打海乐我觉得 周瑜 哦对 周瑜 solo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演目 之前在 前后大赛的时候 看到过周瑜打的 solo赛 就是他 结束了 在我不是看了个季幕 那我们就看看过程 跟主播一起看看过程 能摸防御塔的起点 这个点真的 解说是假的 解说就是我没有在播的时候 但是直播间 一直会有人解说 就比如说你参加了个比赛 我当然希望说 大家有解说能解说的嘛 你这样朋友来看你打比赛 有个热乎镜嘛 所以说我们在抖音电竞里面 是专门聘了我们这个解说 来给大家全程解说 有比赛的场子 他基本上能解说 就给大家解说 好吧 画面没有吗 他没进去 这不是我的问题 他们下次 下次应该要开延迟 不然的话 这个近差都已经没有意思 你戴眼镜了 你以为我不会近视 我都近视了 我都两三百度的人了 扁鹊 没有画面 大众赛在哪看 大众赛不是全局解播 大众赛到后面 最后一局solo比赛 是李信对阵夏侯蹲 这两个英雄 李信对阵夏侯 前面基本上是夏侯占优嘛 而且我觉得好像夏侯 如果要出稍微肉一点的装备 李信有点刮不动嘛 这得打得多后面 才能说有一波手法 把这个夏侯给灌死 这个是比较难的呀 除非他手法特别厉害 他应该是暗性是吧 他带着一首弱话 往那暗性 兄弟你 我在 怎么说呢 这个兄弟 要不我还是 要不算了 这个兄弟怎么 把他的那个挂在了后面 你确定不要紧吗 你是 要不算了 我其实也是在给自己创造一个 有脸 嗯 刚才夏侯都弄了一个 要不算了 他 他那个 算了 家人们 好不好 这个有兴趣看的 再看一下 他 嗯 算了啊 算了 我溜了 我溜了 下次大家这个取名 还是注意一点 注意一点 好吧 注意一点 那我们也是知道 最后的结果是 结果 我把这个结果 给大家结了 结果是 哪边赢了 兄弟们 提加一下结果 提加一下结果 哪边赢了 好吧 那我就溜了呀 我溜了 我赶紧去看一下 大家参赛的总体感受是怎么样的 然后我多吸取一点经验 如果大家觉得这个比赛比较好玩的话 我们就后面再多办一点 好吧 然后希望大家参赛都比较能这个 呃 呃 开心啊 然后我们也尽早的能把这个比赛给办好 然后下一次比赛能早点开 早点通知大家 让这个规模更大一点 好吧 那我就准备溜了啊 家人们 好吧 溜去哪里了 我去看一下 我看一下这个大众赛那边怎么样了 好吧 那我就溜了 兄弟们 明天见啊 明天见 明天估计比赛会更加精彩啊 明天应该是会有大家更多熟知的选手啊 或者推训选手 或者是当同主播来参加比赛啊 大家一起敬请期待 好吧 还是明天七点左右 我可能就开始播了 兄弟们 我已经设置了刘局 拜拜啊 明天见 拜拜 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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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安